第881集 一位太圣长老大贺怒不可遏 又一位圣子被杀了 且都是同一人出手 不想也知道会成为笑柄 传遍各大教 这太丢人了 前后两任圣子都被叶凡杀了 还有比这更损颜面的事情吗 近百年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叶凡大笑 我期待你们选出第三个圣子来 追 不要让他跑了 一位半步大能命令到 平日间 都一个后辈哪敢与他们这样说话 而今这个小妖孽却屡屡挑衅 阴阳教的轻衣老人开口 不用追了 方圆千里都被布下了绝阵 这一次他插翅难逃 叶凡飞行向远空 只见天际灰蒙蒙 无尽的雾矮流转 阴阳二气交融 封锁了四方 山川上 烙印下了阵纹 他心中一惊 这可不是一般的阵纹 不然绝不可能这么浩大 将方圆数百里都纳在了当中 叶周天 不远处有人大叫 骑士府的十八名高手出现在不远处 其中一个人大喝 带动所有人一起向前冲来 叶凡对付阴阳圣子时还没有注意 现在终于发现有一个妖孽级人物 身穿宽大衣衫 遮掩住了矮小的身体 这是一个八九岁的孩童 白白嫩嫩 双眼很有神 与那些年轻人站在一起很怪异 年龄太小了 这是骑士府那个最小的妖孽 不过九岁而已 就达到了画龙秘境 当时进府时 将一群老辈人物都惊动了 你也想来杀我 叶凡笑了起来 不许笑 这个九岁少年很霸道 神色冷了下来 叶凡放声大笑 脾气倒是不小啊 我说了 你不许笑 不然小爷我镇压你 九岁少年相当的娇横 伸手点指叶凡 小屁孩一只 回家吃奶去 我可没空哄孩子 叶凡的嘴巴有点毒 旁边 其余十七人也都差点笑出声来 但全都忍住了 他们深知 这个孩童来历 吓人不敢得罪 圣铁 你敢对我不敬 我来磕首赔罪 恕你不死 九岁少年王冲喝道 站在一座山石上 高高的昂着头颅 叶凡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么跋扈的孩童 当场一正 这个少年比金翅小鹏王还要狂妄 比夏九幽还要嚣张 小屁孩 你家大人真是将你宠坏了 今天我替他们管教管教你 将你的屁股拍成十六瓣 叶遮天 你活不成了 将我惹怒了 这天下都没有人救得了你 少年王冲寒声道 无情的神色与他的年龄有些不符 他一跃百仗冲上高天 其他人见他要出手 全都躲向一旁 心有忌惮 王冲 双手捏龙椅 如一条真龙一样 竟发出了响彻九霄的龙银 九条青龙真实浮现 摇头摆尾 猙獰 凶狂 扑向叶凡 叶凡 拍出九掌 每一掌都金光万丈 金色血液气澎湃 如一座太古时的火山在喷涌 让其他人全都变色 然而 九只金色的大手印在虚空中 并没有将九头龙拍散 青色龙林闪烁 龙曲有力 如钢铁城城一样卷动而下 钢风扑灭 九条青龙苍尽有力 一跃千百丈远 有的探爪裂开山崖 有的张开血盆大口 将一座山巅都给吞了进去 还有的神龙白尾 碰得一声 将一条山脉都给抽塌了 叶凡吃了一惊 与九条青龙对抗 他没有想到这个九岁少年这样强大 比起一般的圣子都远高很多 这个孩子如此年龄 却达到了画龙第四遍 且远比同阶的人强大很多倍 绝对可杀画龙第九遍的人 叶凡精益 难怪被称作一个妖孽 这才多大呀 天纵之姿远胜那些天才 根本没法比 龙吟洞清明 九条青龙生有血肉气息强横 一找就将一座山峰给抓碎了 惊得旁边的那些人都倒吸冷气 吐的一声 青龙吐息 一片青光落下 四五座山巒消失 一片胶着 成为一片不毛之地 叶凡金色的大手 印在虚空中 将一条青龙震断 但是鲜血淋漓间 他又重接了断体 又一次俯冲而下 其他八条青龙 更是吼塌了地上的所有大山 全都扑杀了下来 九龙搏杀 吞天裂地 你以为你是圣体 就天下无敌了吗 少爷我 天生就是为杀你们这些 王体圣体而生的 九岁少年 王冲大鹤 不可一世 双手捏龙印 驱动九条龙大战 这个妖孽真是可怕 才九岁啊 将来如果成长起来 谁能治他 他是大机缘的人 有年时坠入了龙洞中 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有人说吞过龙血 还有人说他吃了大量的龙髓 骑士府的一位 大能研究过他的体质 说他最起码能活上五千年以上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 真不知道 他掉进龙洞中 到底得到了怎样的仙葬 不过 他如此年岁 这种性情太过了一些 没有办法 他少年得志 还有那样一个 让年轻一代 所有人都要躲避的哥哥 谁敢惹呀 杰帆 叶遮天 我管你是圣体还是仙体 今天 你死定了 我要图你九遍 港风更猛烈 九条青龙横转舱进龙区 如九道山岭一样同时扑了下来 九龙弑地 王冲手捏龙印 露出了莫无情的神色来 以九龙大战压制叶帆 想要将他搅碎 这是龙印中一种必杀圣术 九龙弑地 可夸几个境界杀人 中人倒吸冷气全都变了颜色 每一个人都无比的羡慕 他可真是一个有大气韵的人 坠进龙洞中 得到的好处太多了 叶帆忽然跃起 迎着九头龙冲了上去 小屁孩 没功夫陪你玩了 噗的一声 一条青龙被他抓住 而后猛力一扯 一下子就断了 血雨纷飞 简单而直接 非常的暴力 你有大机缘 最近过龙洞中 今天将你的一切 都送给我吧 这一次 他一把抓住三条青龙 一声大吼 双手用力一震 血光喷涌 几条青龙被扯成了九段 你 王冲惊怒 捏龙印 奋力打出 九龙吞天 重陷而出 你从龙洞中 真的得到了仙葬吗 很是不烦 我替你收过来吧 叶帆 没有将他当成一个孩子 灵力出手 右手画成一面 金色的天碑 镇压而下 金色天碑 砰的一下子 砸在了王冲的背上 将其打入乱石堆中 完了 生体这次死定了 打了王冲 他那个哥哥肯定会出使 号称 古地转世啊 谁能想扛 第八百八十二集 金色天碑镇压而下 砸在王冲的背上 将他打入乱石堆减 举石翻滚 烟尘四起 一片凌乱 哗啦一声 九岁少年 王冲奋力一正 将一片石林 移为平地 衣服破碎 劈头散发 双目喷火 他少年得知 何曾吃过这样的大亏呢 野凡 他双眼都立了起来 额头青筋巨跳 神色骇人 虽然不过九岁 但是却有一种 猙獰之色 无比的凶利 龙吟此起彼伏 他双手捏龙翼 足足画出了十八条青龙 比方才多了一倍 千每一条都粗大了很多 如十八道山岭横空 气势压人 十八条青龙 茫茫无几 雄壮有力 同时扑杀 同时叶凡 还未充值 大地就裂开了 成百上千道 每一道大裂缝 都长达树里 景象吓人 这片胶着之地 似乎要沉险 彻底的不复存在 一片末日之兆 叶凡在青龙间行走 小屁孩还不死心吗 举手台族 皆为妙礼 如演化一部 道书 玄奥无比 扑扑的 他一掌将一头青龙头颅 打成血泥 抬脚将一头青龙踏断 巨大的龙躯鲜血淋漓 坠落下高空 叶凡以金色的大手艺 不断地出击 连劈十八掌 将十八头青龙全部毙掉 而后一步一步地向王冲逼去 突然 王冲张口吐出了一辆战车 不过一寸高 可是却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 隆隆隆的 向叶凡碾压而来 叶凡神色一致 隐约间觉得不对劲 倒退向旁 而后抬手打出一枚 赠量的钢圈 如一道闪电一样 击了上去 赠量的金刚烛 打在了那放大到 一米多高的战场上 然而却在刹那间 被撞飞了出来 且发出了碎裂的声音 这是 叶凡某恐收缩 金刚卓乃是 他从遥光夺来的法宝 交织出了盗鱼里 却被这两辆古车 一撞成为了两半 轰隆隆的 那辆古战场 快速放大 长达三丈 明刻真龙 通体成黑色 如一片洪水汹涌而至 带着武警可不契机 砰的一声 叶凡左右双手 分别推动一轮日与月 浑身溢出金光 日月大如墨盘 隆隆而动 他如一尊神明在寻天一样 烈日与银月 光滑如谱向外奔腾 照耀的这片虚空 都一片晶莹 全都打在了古战车上 发出了一声巨响 明刻真龙的黑色古战车停止了 但叶凡手臂也有些发麻 这是他第一次 以肉身攻法宝而被阻住 很难想象 这辆战车有多么的强大 叶凡心中一灵 忘记战车 这是一件亡兵 乃是一位绝代王者 祭脸出来的 超越圣主级兵器 难怪金刚卓一下子碎了 金色的古战车 又一次冲来 可不气息更浓烈了 犹如一尊太古凶兽 发出阵阵乌光 转瞬极致 叶凡横移三百仗 躲闪向一边 然而战车如幽灵 瞬息冲之 完全锁定了他 如洪水滔天 五光淹没了天地 王者神兵气息如洪 党者披靡 乱石崖壁 快速的化为尘埃 若是一般的画龙强者 早已被碾碎了 这如同一只神魔的大手 压了下来 叶凡第一次队上这样的兵器 他的肉身虽然坚固 但是这辆古战车复苏后 交织了法则光滑 他无法应封 他一退十几里 下方一片山脉 都被古战车碾塌了 倒在了无穷尘埃中 冲起漫天的烟尘 这种古车摧枯拉朽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这是江太虚神王 一个层次的 不是存在 遗留在世上的王者之兵 叶凡 你不是圣体无双吗 今天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你自傲的肉身 碾成肉酱 让你在车轮下 成为一地烂泥 王冲 人虽然不大 但是性情却相当的暴力 站在黑色龙车上 急速而行 冲撞而来 神色猙獰 气焰逃天 叶凡 微微一笑 王者神兵 所好甚聚 你能催动到几时 不与其争风 快速倒退 我想将你 碾死在车轮下 是足够了 王冲 立身在古战车上 取出一个小玉瓶 拔起瓶塞 对时分方流动 倒进口中一滴液体 当中 有十几滴龙水 每一滴都有葡萄那么大 互不相容 如一颗颗金色的马脑一样 经营罪人 许多人看在眼中 觉得这个少年的机缘 太逆天了 为了杀叶凡 随便用龙水来补充神力 天知道他掉进龙洞 得了多么大的好处 原本 叶凡想等他耗尽神力 无法催动古战车时出手的 可是 见到他要挥霍龙水 当下不再耽搁 在其身判 浮现出九把兵器 碧玉刀 紫玉剑 赤玉毛 墨玉脊 白玉钝 九把玉兵 每一把都不足三寸长 温润 晶莹 发出一股射人心魄的气急 耍地一声 叶凡捏起一把两寸长的紫玉剑 冲向前去 用力一批 一道紫光通天 将这大天地 一下子 抛围了两半 大地上 轰隆隆作响 一条长达二十几里的大裂谷 蔓延向远方 无坚不摧 闪风与荒陵 接回 黑色的战车 被劈中后 一下子 停了下来 王冲身体矩阵 嘴角一血 叶凡换了一把玉兵 右手捏起三寸长的墨玉剂 从天而降 几封催枯拉朽 抛开五光 刺入古战车内 叶凡从容降落 立身车上 你 什么兵器 王冲大吃一惊 战车 是王者之兵 屡试不爽 傻画龙秘境的修饰 如丝画一样容易 不曾想 今日被人攻了进来 且如此之近 墨玉剂 几乎快刺到了眼前 不要以为 唯有你有王者兵器 战车虽好 但还不是你能驾驭的 留给我代步用吧 也凡收起九神兵 金色的大手 向前拍去 这么近的距离 王冲必无可避 伸出了一双小手足炕 可却被震得虎口崩裂 叶凡惊讶 他以为足可以将 对方全身的骨头震断 没有想到只是虎口裂开 鲜血长流而已 肉身还可以 再试一试 叶凡长指化成了赤金色 更加的璀璨了 通体如七彩琉璃一样生辉 金色血气冲消 这一次 王冲一声大叫 口中喷血 双臂折断 再也挡不住了 叶凡向前逼去 我真的很好奇 你小小年龄肉身 怎么能锻炼到这种境地呢 后方 那些圣子全都变色 传闻王冲喝过龙血 年龄虽幼 但却有金刚捕坏之身 连佛教一位神僧都曾点头称赞 然而 此刻还是被叶凡拍断了骨头 根本挡不住圣体的肉身一击 这让人惊骇 啪的一声 叶凡的金色大手印又拍了下来 这一次用了八成力道 少年王冲大口喷血 骨头断裂了七八根 果然是有些门道 换成半步大能来 都早已被我打成肉泥了 你 还能坚持 叶凡是在称赞 可是王冲听到这些话 却脸色赤红 血脉奋章 愤怒无比 他觉得 这是一种羞辱 我哥哥会替我报仇的 到时候 你死无葬身之地 王冲眼中喷火 不服不屈 啪的一声 叶凡在他脑袋上拍了一巴掌 还嘴硬 你哥哥能比得上大能吗 他们都杀不了我 他们算什么 我哥哥号称谷地转世 一根手指头就蒙灭了你 不要以为你跑得快 纵然你逃到天涯海角 都能将你给揪出来 叶凡在他头上又盖了一巴掌 我等他来找我 现在还是先解决你吧 将所有的奇珍都拿了吧 第883集 他开始赤裸裸地洗劫 劈手先将那瓶玉髓夺到手中 而后将王冲震出车外 光滑一闪 古战车化成了一寸多高 出现在他的掌心 抹掉印记 收了起来 你还我 那是我的宝贝 王冲气急败坏地大叫 直到这一刻 才像个丢了心爱之物的孩子 叶凡一把将他拎了过来 还你个头 探索其沦海还有道工等地 取出了一堆宝贝 珍品很多 超过万载的古药不下十几株 都可用来保命用 而龙髓更是有三瓶 每一瓶都有十几滴 色泽金黄 一看就是上瓶 此外 还有一块玉杯 刻有珍龙印一幅 凡复奥妙 以往而知 是一种不传世的神术 需要认真揣摩于参物 叶凡微笑 真是一个好孩子 那么多瑰宝 我都不知道如何感谢你了 古战车乃是王者兵器 与九神兵一样珍贵 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拿出去拍卖的话 圣主都要抢 杀伤力大的吓人 难以应封 龙髓 内蕴有法则碎片 画龙秘境的修饰悟道石 若以其相符可事半功倍 具有无穷妙用 真龙印与豹山印 人亡印等一个极数 叶凡隐约坚决的 可能还会有某种联系 为瑰宝秘书 叶凡 你即便杀了我 自己也活不长久 你等着吧 我哥哥必然会将你永振幽冥 生不如死 见叶凡抬手向下压来 王冲大声地叫嚷 这么小就如此暴力 我还是早点除掉你这个小祸害吧 叶凡伸出一指 向他眉心点去 不好 要是那位知道我们眼睁睁 看着他弟弟死掉 恐怕也会对我们出手 后方 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许多人出手各种法宝 一起向前打来 叶凡随手自环绕在身判的九身兵中 捏起一枚两寸多长的碧玉刀 向空中扫去 发出一声玉气清明 一道碧玉的刀光 如一片碧海一样 横扫而过 天空中十一件法宝 全部成为了积粉 速速的坠落而下 另有两人惨叫 被抛围两半 死于非命 尸体坠落下高空 一干人脸色发白 他身上有望着兵器 根本等不住 怎么办 我们已经尽力了 他哥哥说不出来什么 没法怪罪了 一些人快速倒退 叶凡的金色手指 点向王冲的眉心 还未接近 直立就已经透出 闪动金灰 王冲的眉心上 裂纹出现 血还溢出 他裂色苍白 一动不能动 突然 一股强大的气急冲出 王冲的眉心 发出万道神光 如一闪世界之门 打开了 锐彩千万条 也凡快速倒退 他感受到一种 危险的波动 以九神兵 挡在了身前 这是一幅 很神秘的画面 王冲的眉心 敞开一闪世界之门 一辆金色的古战车 飞出 上面 矗立着一尊 高大的身影 如一尊神魔一样 是他 古帝王唐 他怎么会在 王冲的眉心中 那些圣子级人物 惊呼 在远山停了下来 揭露出惊荣 金色的古战车 隆隆坐向 飞了出来 上面的那尊 身影黑发凌乱 脸如刀削 皮肤成古铜色 身姿雄剑有力 通体被冲削的金光笼罩 如天地将士一般 此外 在其周围有九条真龙 九只神皇 九头白虎 九只玄武 闪动神芒 化成四象 将它环绕 这简直就是一幅 天地临视图 以星空四象守护 王腾乱发飞扬 距于中央战车上 光滑万丈 雄是天下 如在寻天 叶凡吃惊 这个人的气息太强盛了 老辈人物都无法相比 这是一种内在的强大潜能 龙皇和鸣 白虎啸天 玄归拓海 金光万虫 垂彩一片 王腾立身在古战车上 溃然不动 眸光深邃 那些圣子级人物都变了颜色 真的是他来了 王腾 号称古地转世 生于北渊 早在十五岁时 就无敌于北渊 年轻一代 而今十年过去了 几乎没有人知道 他达到了何等境界 所有人都称 他简直就是一位大地转世 因为他的成长轨迹 与人族史上的大地太像了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的天资 但凡了解者 都吃惊到感觉可怕 没有一个人不悚然 若与之对比 会觉得己身是一种悲哀 且 此人有大气欲 十几岁时曾入室历练 只身来到东荒 只走了一遭 就得到了九密中的一种 回到了北渊 这几是外界能知晓的 而他究竟都掌握什么样的古术 没有一个人尽知 连其族人都不能明晓 叶凡心中凌然 这个号称古帝转世的人 极度神秘与强大 有一种逆天之契机 让人悚然 金色的战车上 光滑万道 将其映照得如一尊古帝一样 九条真龙 九只神皇 九头白虎 九只玄武 将其护卫中心 四象生灵 竟有可怕的雷光闪烁 这是历经十数次天节 才有的恐怖奇迹 王冲眉心出现了世界之门 飞出了一辆金色古战车 龙皇 白虎 玄武 四项和鸟 四项和鸣 广滑万丈 冲销而起 好称古帝转世的王腾 站在金色古战车的中心 如紫薇寻天 天地降世一样 被神奇一样的四灵环绕 也凡站在百丈外 心中惊异莫名 这个人好大的气场 让人沉默结舌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那种旺盛的奇迹 如一片星河在涌动 淹没天地 恐怖绝伦 光滑遮天蔽日 难以正视 也凡不怎么相信 他怎么能从王冲 没心冲出呢 睁开了神眼 仔细打量 后方那十几位 圣子级人物 早已变了颜色 早已见过这尊神 但此时依然心中生畏 四灵庸促 如天地转世一样 神华绚烂 血气汹涌 让他们全都发自 内心的恐惧 生不出抵抗之力 不是真身 是一部分神念 叶凡用 语言天神觉观测后 心中凌然 这根本不是一个 血肉之躯的人 而只是一道 强大如海一样的 神石而已 他到底有多么强大 才会化生出 这样一缕神念 居住在自己 地底的眉心内 叶凡第一次 这样吃惊 从来没有见到过 如此可怕的 年轻敌手 彻底超乎了想象 如紫薇帝尊一样 一缕神念 化成天地 有四灵环绕 以金色战车承载 这就是他神石的形状 自古有几人 这样化形呢 怪不得会有雷光 这道神石 历经过十数次天节了 最保守的估计 也早已超越了 画楼秘境 叶凡心中矩阵 这个人难道 可与圣主比肩不成 想到这个问题 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十五岁 就无敌北渊年轻一代 十年过去了 他会成长到 什么可怕的阶段 没有人能说得清 从号称古帝 转世这一说法 可以看出 这个人的成就 绝对是害人的 能与人族史上的 同龄大帝并论了 王冲很吃惊 没有想到 兄长的一缕印记 常住在他的眉心中 大哥 帮我杀了他 轰的一声 夜凡无比凝重 眉心的金色小壶 化形成一个金色的小人 盘坐在虚空中 张口吞吐天地精华 璀璨多目 同一时间 他的四周出现几大异象 一片壮丽河山沉浮 以尊先王高座九冲天 以诸青莲相伴身边 这些并不完善 本应是一种异象 但却还没有演化完全 分为几种上古 最强异象而出 金色的神海在脚下汹涌 浪涛鸡九天 一副阴阳图在其背后转动 生死二气流转 前方 王腾 雄姿勃发 英姿伟岸 天然合一 一呼一息 神光淹没天地 北无穷光滑笼罩 如一尊大帝从远古走来 他并未出手 眸子深邃 有星辰在幻灭 神色漠然 没有任何表示 外界的一切 似乎微不足道 难动他根本心 王冲见到 叶凡的几种异象后 吃了一惊 大哥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种 虎修一辈子 也难成形的异象 第八百八十四集 金色的战车上的高达男子依然没有开口 平淡而冷静 可是牟子中星辰幻灭的速度就更快了 叶凡心中一惊 金色血气冲消 让浑身精气沸腾了起来 隔绝了外界的一切 因为他感应到一种莫名奇迹 天眼 心灵之眼 他一下子想到了这种可能 眼前这个男子多半生出了天眼 在观其身体的秘密 叶凡心中悚然 若真是这样 这个男子就太可怖了 二十几岁就生出了武道天眼 这是何等的吓人 王冲虽然对外人嚣张 但是面对自己这个大哥 却像是小猫一样乖说 见他不说话 不敢乱开口了 突然金色战车动了 碾压过高空 向着叶凡冲撞而来 王腾手捏龙印 如天地伏魔一样 镇压而下 往生的气急 可怖的波动 如一片星雨坠落了下来 与王冲不可同日而语 一下子打出了九九八十一条真龙 龙吟动四野 山川大地接摇 响出乾坤震耳欲龙 八十一条天龙 每一条都如一条永恒的神明 苍尽而可怕 碰的一声 叶凡打出了人王印 轻浮天地 人族共主降临 辟逆天下 震向了八十一条天龙 风雷阵阵 响声不绝 天际暴响 如山岭一样大的天龙 还有人族共主在剧烈拨杀 双方争斗不休 各种光芒粉碎真空 最终 金色战车止住了 无法再前行 上面如神魔一样的身影 溃然不动 浑身都是金色光彩 王腾依然是一脸平淡 没有一句话语 真龙神皇 白虎玄武缭绕 光滑千万道 拱卫中央天地 九神兵陈福 缭绕在叶凡身判 每一把都温润 精盈 发出清明 他将一杆三寸长的赤羽毛 粘在手中向前逼去 同时 他周围各种异象 分成 清晰浮现 即便眼前的敌手再强大 也不过是一道神念而已 他想一举土雕 我大哥度过十几次天节 这道神念与雷光交融早已不灭 身身虽然未至 但却足以展画龙秘境的所有修士 王冲教导死死的盯着叶凡 准备在他战败后下死手出气 原初呢 十几位圣子级人物都脸色苍白 与这样的人物 同生一个时代实在是一种悲哀 无论你多么耀眼都只是一朵绿叶而已 突然 王腾将背后的一把金色圣剑缓缓的扒出 每出现一寸 就迸射出了上万缕圣光 一片刺目 同时 有一种汉海一样的威能 冲向了四面八方 远处那些圣子级人物皆变色 忍不住倒退 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战役 这是一种舍我其谁 唯我独尊的可怕意念 像是要主掌整片天地 一切尽在手心中 与大哥一起度过天节的神物 天地剑 王冲很激动叫了起来 一种极度冷冽的气息弥漫 至今天地剑每升高一寸 就会冲出上万道神威来 让远处的群山大崩裂 这并非神念所化 而是一道金色的圣剑 嘴中枪的一声巨响 出现在王腾手中 他立身在古战车上 用力的向前劈来 天翻地覆 叶凡持九身兵而动 向前冲上 应战手持天地剑的王腾 各种光滑硕硕 大地被切裂 闪风在倒塌 高天在崩溃 着力成为了一片毁灭之地 什么都见不到了 唯有光滑还有破败的虚空 快化成了混沌之地 九身兵闪烁 力压而下 同一时间 先王临九天等异象 也如神灵一般俯冲了下来 在这一刻 王腾一把拉起王冲 与金色古战车飞去 持响天际 毕竟只是一缕神念 不可能持久大战 大哥 虽然只是一道神石 但却是天界中成长起来的 可灭化龙秘境的所有强者 难道圣体的战力 超越化龙第九遍了吗 王冲非常不甘 哪里走 也凡持久身兵 将先王临九天 还有金色深海 混沌青莲等异象 都呈现了出来 要一举毙掉这个敌手 后方众人一正 竟然有人敢追杀王腾 这是一个让老辈人物都悚然的绝顶高手 却退走了 不过 细想也释然了 毕竟只是一道强大的神念而已 真身未至 要是到来的话 没有人知晓 他有多么可怕的战力 叶凡的速度何其快 几乎要追上那辆金色的古战车 然而就在这时 虚空中出现了一个黑洞 一冲而入 消失不见了 他站在原地正正出神 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大敌 现在就有了超越老辈人物知识 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最保守估计 也要超越画龙啊 叶凡琢磨了一会儿 持九神兵向回沙去 那里还有十几位圣子级人物 那是围剿他而来的 你们哪里走 这一次 他出手相当的灵力 几剑玉器 袖小而美丽 紫玉剑 碧玉刀 白玉盾 赤玉矛 莫及等 全部飞出 叶凡如沙神一样 手持碧玉刀 连批十二剑法宝 他一刀斩下一个翘楚的头颅 鲜血冲空而上 原本这些人就无心恋战 见到一人的头颅高高飞起了十几张 就更加的凌然了 四散而去 没有一个人愿意拼命 其实 这是一股非常强的战力 可惜毫无战意 全都想顿走 因此叶凡如入无人之境 紫玉剑祭出 将另一人活披为两半 叶凡载出腊手 吃玉毛飞起 划出一道妖艳的血光 洞穿一人的头颅 将其顶在岩壁上 死于非命 一片哗然 这些人四散飞逃眨眼 不见了踪影 叶凡在后追杀 又毙掉了四人 这才收手 而此时 银阳教的大能也到了 方圆千里都被封锁了 他们不急不缓 见叶凡又一次顿走 并不担心 因为阵闻在收缩 范围会渐渐缩小 那时 叶凡就插尺难逃了 天际 灰蒙蒙一片 阴阳二气流动 叶凡促眉 最终决定冒险 以形字诀 向前冲去 响声震耳 各种光刃劈来 电闪雷鸣 震闻浩大 他到底还是触动了 不过 形字诀 到底还是发挥了作用 叶凡遭受攻击 强行闯过 又以九神兵开刀 艰难行数十里 渐渐的摆脱了震闻 一只黑色大手拍来 虚空被挤满 漆黑如墨 法则交织 打向叶凡 大能被惊动 第一时间赶来 叶凡以蛮力破阵文 终于是打通了最后一道封锁 点射而去 冲出了封锁区 什么 叶凡连杀了七八名圣子级人物 连王腾的弟弟都差点杀掉 这个叶折天 果然是百无禁忌 该与号称古地转世的人动手 这件事难以善了 这就是东荒的那个妖孽呀 他虽然没有出现在骑士府中 但到底还是来到了中州 骑士府 诸多年轻人得到消息后 都是极其吃惊 王腾被五大狱的年轻英杰称为北帝 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与他英风 所有人见到后都绕着他走 而今东荒的那个妖孽来了 竟差点毙掉他的弟弟 这让很多人都惊异 当时年轻一代也许 唯有那个一巴掌就拍死一个王体的人 可与王腾一争高下 这是很多人的看法 称其为中皇 北帝曾化名狼神 行走于北元与东荒间 十五岁时就已同辈无敌 又经过了十年的积累与沉点 无法预料达到了何等的境界 且所有人都知晓 他秉承天地大气欲 连九密都得到了手中 天知道他还掌握有怎样的古术 自此进入骑士府后 无人敢应风 而他却也一直在做官 很少出现 就算是出来 也只去府后的大能闭关处 至于中皇 有人说他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具体如何无人详解 严格来说 当时只有一个王腾 无敌 年轻一代 王冲挂在那条手臂上不肯下来 这是一处古洞 地处骑士府中 平日间没有一个人敢进来 这是王腾的做官之地 被其他圣子视为禁区 洞府中 灵药能有数十几株 皆超过了万载药灵 正中有一株药王 芬芳席人 猪体剔透 朔朔生辉 如果有人进来 一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这株药王 竟是仙藏地出世的 那六株之一 竟被栽种到了此地 洞府中一切都很古朴 没有一点奢华之气 药王的旁边有一张悬浴床 王腾盘坐在上一动不动 他英姿伟岸 黑发披散 脸如刀削 见眉入闭 牟子中有无尽的星辰幻灭 深不可测 如谷地复生 大哥 你怎么不说话呀 帮我去报仇啊 王冲开始撒娇 你这样下去 早晚有一天会死在外边 即便我是你的兄长 也没有办法保住 王腾平静地开口 大哥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母亲大人说了 出门在外 你要照顾好我 王冲抱着他的手臂布满的皱鼻子 你该收敛一些了 王腾伸出一指 点在少年的眉心 我镇压你一年 性子不磨平 不得出关 他一直点出 鼓动那一片晶莹 真龙 神皇 白虎 玄武相随 不断和鸣 神圣祥和 如神灵初始 不要 王冲大叫想要逃走 但却挣扎不动 被定在当场 他无比的沮丧 大哥 那可是一个圣体啊 值得你亲自去杀他 所谓的体质算不得什么 在我眼中只是活人与死人 不真之大成 与这云云众生没有什么区别 你是天下第一人 可你弟弟我不是啊 不杀死他 会周围我的心魔的 都没有办法好好静修 好好去闭关 反省一年 王滕伸手一点 画龙第四遍的王冲 没有一丝反抗之力 打叫着 倒飞进了一座石室中 石门落下 被封在当中 乌古利 金乌朵 你们进来 拜见主人 洞府外 走进来两个高大的生灵 其中一个高有仪杖 通体 荧光闪烁 覆盖鳞片 生有四壁 充满了力感 引发披肩 眉心有一只竖眼 另一个高有两米 通体金光闪烁 生有一对金色的神尺 每一寸机体都密布黄金鳞片 金发中生有一对鹿角 你们却将那个名为叶凡的少年的头颅 给我摘回来 王滕平静地开口 是那个圣体 外面穿得沸沸扬扬 成长起来 可力压太古的王 其中一个生灵吃了一惊 何必在意他人体质 强者当自信 唯我独尊 若是不能正道 纵然是先人转世又如何 不过是死人与活人的区别 主人教会的是 他修有一些古术 还有一些禁忌秘法 可占圣地太上长老级人物 你们两个同去 确保万无一失 这样的实力 我们娶一个人 就足以杀他几个了 狮子薄兔 易用全力 我不想有意外发生 去吧 将头颅摘来 是 两个圣灵不敢再多说什么 退出了洞府 轻声议论 主人秀的那种天宫快成了 到时候 忠皇都不是他的敌手了 忠皇根本不是这个世上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主人已经是天下第一了 骑士府 秀丽山峰一座又一座 每一位弟子都有一处灵地 平日间互不打扰 那是太古生物 有人发现了两个生灵 不由的变色 在远处惊呼出声 早就听说了 王滕深不可测 曾经深入东荒绝地 收太古生物为仆 竟是真的 许多人闻讯 在秀丽山峰上远观 漠不动容 不敢靠近 以金 一银 两道红光破空而去 消失在了天际 众人许久才回过神来 对王滕的洞府 更加的敬畏了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始 又明万物之母 近来有人在七世府山门前 刻了一段话 着实引发轰动 很多人站在石壁前思索 纵为府中大能也曾前来观看 这些词句并不是具体的修行法门 只是在阐述道的本体 虽无秘术 却也让人深思 这件事引起了一片轰动 传到了外界 许多人称奇 慕名而来 认为骑士府内果然有不凡之人 所论所述 值得思索 叶凡得熙 第一时间赶来 运转神眼 很快在人群中发现了磅礴 心中无比激动 他秘密传音 而后两人先后离开 前往无人之处 在一片山峰中相见 自从在东荒分别后 他们已经两年多未相见了 在这样一片浩瀚的世界 一个地狱 动辄就要飞上十几年 二十几年 能够重逢很不容易 高日的黑黄 把我传进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掉进了一个死火山中 磅礴讲述经历 对大黑狗诅咒连连充满了怨念 坠落进火山口内也就罢了 却是一处绝地 刻有无尽震纹 庞博差点被炼化在那里 是不是一个上古洞府 有宝藏吧 毛都没有 把我的血肉活活裂下去八十斤 别让我见到那只狗 不然非吃了它 庞博 在那里被困将近两年之久 唯一的收获 就是不得不日以继夜的修行 多一康阵文 不然必已成飞灰 两年半的时间 修行到了画龙第四边 这是很大的收获了 那只该死的狗 我出去又足足飞行了半年 才从无人区来到繁华之地 两人各自诉说经历 庞博自然知道 叶凡进来的遭遇 将打身边送了过来 这个宝贝很奇怪 可隔绝契机 有他在身 就不用怕神算子的高祖推演了 还有这等妙用 叶凡惊讶 当下不客气 重新背起了打身边 他想了想 将身上的宝贝都取了出来 首先将悟到古树 抛成的木板 送给了庞博 包括几枚石钉 坐在上面修行 事半功倍 这可是不死天皇 想保持不朽而著成的神官 哦 这就是那尊太古的圣人啊 庞博惊议 见到叶凡的一堆宝贝后 对那块封印 有一个老人的神缘 尤为吃惊 骑士府中到底有什么呀 可能真的有通向域外的道路 我近来正在探查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那里回家 叶凡将九神兵送给了庞博 你没有趁手的兵器 这个收好 留着保命用 但千万不要让缺德道士知道 我不需要这些 你现在处境不妙 这就把兵器对你有大用 庞博不接受 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啊 九神兵配合你的腰地九斩 最适合不过了 放心 我这里还有趁手的兵器可用 叶凡的确担心磅礴的安慰 上一次柳依依被捉 若非他精心算计 关键时刻杜劫 坑杀了所有人 那必死无疑 他隐约间觉得 多半有一位故人在出手 当日虽然死了很多 但终究是未找出真凶来 叶凡将这些都告诉了庞博 两人琢磨了很长时间 觉得有必要防反 那个故人可能会相当的危险 虽然送出了九神兵 但是叶凡的顶已经交织出法则 可堪大用了 而且他还有一个葫芦 是从子府圣子手中夺来的 光是胡塞就可打出混沌光 很有可能是一件王者之兵 两人谈了很多 而今叶凡以打身边隔绝契机 不用担心被人寻到了 他从庞博口中 了解到不少关于骑士府的信息 可能存在一条通向域外的道路 这是让他最为激动的 此外 他详细了解了一些高手的情况 有一些人认为 在王腾与钟皇之外 还应加上一个男妖 以及一位来自须弥山的神秘强者 可惜那两人难以见到 没有多少人认同 月子 咱们还是先努力修行吧 我们只修行了几年而已 与人相比有很大差距 有些人不服不行 你知道那个钟皇是谁吗 是谁啊 他根本不是当事的人 他叫项羽妃 有些耳熟 木的叶凡睁大了眼睛 一下子想了起来 在洗劫断德时 曾在他身上得到一块长生锁 为佛陀铸造降魔储的余料 后被数位罗汉筑成护命神锁 最后一位主人就是项羽妃 九千年前 中州大地上曾出现一个盖世奇才 名为项羽妃 年不过十九岁就成为了皇主级人物 所向披靡 生据古之大地之资 可惜天度英才 他刚满二十岁就早逝了 长生锁也无法为他严命 相传最后关头 项羽妃将自己葬进了一口冰棺中 沉眠在一座雪峰上 他想避过死劫 日后复活 九千年过去了 短德将其身上的长生锁 都给盗了出来 他怎么又复活了呢 你确信中皇就是项羽妃 确切的说 是二十岁的项羽妃 九千多年过去了 可是岁月并未能在他身上留下一道痕迹 这怎么可能啊 叶凡心惊 不久前他还在感叹天度英才 为那个人觉得可惜 可是如今却再生世间了 中皇就是九千年前的项羽妃 不会有错 庞博无比肯定 说出了一些隐秘 一切都是七世福做的 虽然七世福必辅一万年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并不是什么也不关注 做了不少事 也凡不解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那个时候 妖帝刚死去一千年 相与非纵为大帝之姿 在那个特殊时期 也无法争到成帝 需要避开 为什么要避过那段特殊时期呢 妖帝死去千余载后 还有如此可怕影响吗 后人无法正到成帝 太过的耸人听闻了 同一个时代 无法出现两位大帝 自古如此成为共识 从无例外 关于这则传言 叶凡早已知晓了 只是至今无法想明白 怎么回事 当初大黑狗并没有为其详细解释 远古大帝代表了人族的最高成就 拥有世间的极道力量 是天地大道的化身 摘星卓月无所不能 一位大帝逝去后 在相当漫长的岁月中 还能影响这片天地 有人估计 人族大帝坐坏一万年 大道才能彻底的归于瓶颈 清帝是一个传奇 在后荒谷时代 几乎连圣人都无法出现了 而他却正道成帝 成为古往今来 座椅强者之一 他是哪个时期的人 没有人能够说清 他活了这么久 也不好估量 人们只知 他于万年前作画东荒 相语非要避过那段特殊时期 不然他即便有大帝之资也不行 无法正道 况且他本身的确是早妖之相 相语非 十九岁成为中州的绝顶人物 可与几大皇主英丰 与东荒圣主征雄 这样的盖世人鹰 自古也没有几个 可惜 二十岁儿时 让人扼腕常叹 九千年后 又现世间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 如太古生物一样沉率 一梦九千年 绝别前世 而今方行 这样一个绝艳的人物能够复活 却也是一件快事 为这个时代添了一个传奇 也为诸多强者加了一种压力 他是早妖身 以神原夜 风深夜不过保持住垂死的状态 足足好去几株药王 最终才让其复活 出现世间 这是骑士府内的一则秘心 根本没有几个人知晓 叶凡倒些冷气 骑士府的底蕴果然强大 都到了这个年代了 还有神原夜可用 这简直如天方夜谭一样 且九千年后为了复活象与飞 竟拿出了几株药王 要知道那可是八九万年药灵的古药啊 十几株加在一起 顶得上一株不死神药 叶凡轻叹 这个人看来是被当作大地对待的 将来多半真的可以挣到 不然所耗去的一切太多了 此人一定有灌骨绝金的天赋 九千年前西莫一位快成就菩萨之位的无上人物 将佛宝长生所送他严命 就可看出一耳 对于活化师人物来说 那是一件无价神物 可严寿源 是佛陀反复济炼 注入无尽功德的紫金铸成 九千年 连佛教都看好他 而今又被骑士府复活 许多人都认为 他将是这片天地的主角 看来这个世界 如黑黄所说那样又开始变了 除却妖帝的影响消除了外 意在向荒谷前的天地演化呢 不错 的确这样 不然项羽飞作为可能会成为大帝的人 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复生 说起来 那个王腾还真是相当的可怕 可与中皇并列争雄 这是一个县世的人呢 两人都开叹 相距九千年 不同时空的人雄相逢 肯定会碰撞出灿烂的火花 只是不知还有哪些人可加入 他们深感来到这个世界还太短 与这样的绝世妖孽相比 境界还差很多 需要努力刻苦修行才行 庞博提醒 那个王腾相复有两只强大的太古生灵 已经潜出 我觉得多半可能是要对付你 无妨 如今有打神鞭在身 他们寻不到我的踪迹 我倒是可以想办法 设局对付他们 叶凡 将三瓶龙髓取了出来 每一瓶都有十几滴 如葡萄一样大的金色液体 互不相容 磕磕剔透 芬芳扑鼻 你拿走两瓶 进入画龙 毕竟以龙髓相符可事半功倍 它运有大道法则碎片 可瘟养人体大龙 我有妖地骨精 那有画龙神术 不需要这些 庞伯推举 咱们两个还客气什么 让你拿就拿 肯定有大用 叶凡将其中两瓶 塞进他的怀中 四字金黄 每一滴都这么大 肯定是上品龙髓 一瓶就足够了 不需要这么多 庞伯 想留给叶凡自己修行用 你放心好了 虽然明面上说 龙髓成百上千年难得 一件 但肯定可以买得到 中州多龙脉 尽是祖根 各大教派都铸成为净土 蓄养龙旗 我不相信龙髓不可见 我是听说 却有龙髓可循 但却动辙 就要上百万戒元 超级拍卖会上才有寿 且要以神缘才能交易 庞伯说出这样一则消息 叶凡一听顿时笑了 这样就不用太担心了 我在盘涛盛会上 从元数古石家那里 赢得五百万戒元 且换成了神缘 应该能买到一些龙髓 供你我修炼画龙秘境 中州可真是一片神套啊 竟有龙髓这种逆天的东西 内运大到碎片 不仅可延续寿员 还能让人误道 传说最顶级的梦幻神髓 可比一株不死神药 相传化形成生物了 根本抓不住 我的元术多半又有了用武之地 等我详细了解龙髓的各种秘密后 到时候亲子去寻祖根 得龙髓 不要去寻找龙髓 这种东西据说很要挟 一旦进入地下祖根中 常会发生各种异事 圣主级人物都莫名其妙的死亡 龙髓坚决反对 第887集 叶凡精益 觉得有必要要去了解一下 这种天地滋养出的神物 多半真的半生有一些东西 或者诞生出了什么 你留在骑士府 一定要探出通往域外的那条古路 我知道 进入骑士府 我就是为了那条古路而去 当然 那些修理山峰上的先贤感悟 也很重要 最终 两人分别 约定下次相见的地点与时间 西坝城 存在久远 烽火大战 王朝轮回 时间更迭 沧海桑田 但他却始终毅力 从未变换过称职 当然 中途也不知道修缮过多少次了 毕竟太过古老 为中州人族古籍中记载的 十大古城之一 他距离骑士府五千余里 谈不上多么远 五大狱的人杰 若是有所需 走出骑士府后 第一首选就是西坝城 作为中州十大古城之一 格局很不一般 温养的龙气滋润 全城 不少散修隐居在此 此地 没有城主 不属于任何一个大势力 相当的自由 有大量修士出没 因此无比繁华 每一次举行大型拍卖会 都有不少圣主级人物慕名而来 三教九流 形形色色 什么样的人都有 一夜凡背负大身边来到西坝城 要在此修行强大几身 城池巍峨壳 壮阔雄伟 墙体如乌铁胶筑 如一道黑色的钢铁城城一样 城内格局大气而繁华 珠子百教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车水马龙 川流不息 叶凡在此住了下来 一边修行 一边关注圣主级拍卖会 想要获取西针的龙髓 在此 时常可见到骑士府的弟子 只要不丰府 他们可以随意出行 常有人来此交换 法宝与丹药等 而西坝城内 自然有不少人在谈论 武大狱的年轻一代 议论谁是天下第一人 除去中皇与王腾外 人们谈到了南腰 也提起了 来自须弥山的那位神秘强者 但却选择性的忽略了东荒 因为 这个大狱实在是复杂与神秘 难辨熟弱熟强 东荒 朱雄并齐 没有人能指出 谁是该狱第一高手 妖光圣子太低调 从未与人生死决斩 唯有一个金翠小鹏王领教过 却三肩齐口 不吐一语 而今 想请金翠小鹏王 讲述那一战的过程都不能 被老鹏王镇压了 一日不闯过远古天鹏圣人 设下的关卡 一日不能出事 此外 有人推测 妖池圣女很强大 还有人说 姬家神王体所向披靡 未有败绩 是东荒第一高手 更有人说 这些人都算不了什么 一旦自负圣女成为圣主 将没有敌手 因为她是先天倒胎 举世无敌 另有人说 真正的第一人言如玉 急到圣兵一出 王腾与中皇都要隐恨 甘拜下风 当然 华云飞被人又一次提起了 她消失快三年了 但没有人忘记 她修有吞天魔宫 一旦放开手脚 没有人可挡住她的脚步 必会一日千里 有人近乎危言耸听的预测 十年内 她必会祸乱东荒 百年内 她将横行五欲 自然 很多人提到了叶凡 认为她如果不死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成就不可限量 毕竟是荒谷后 唯一打破诅咒的圣体 最让人无言的是 段德这个都已经三十多岁的盗墓贼 也被人提及了 称缺德道士是一个另类 看不出身前 此外还有一个下酒忧 也被点到 她十三岁时 破四级进入画楼秘境 堪称古来少有的奇才 她可不像是像王冲一样 掉进龙洞中 得到了绝世奇缘 引龙血喝神髓 她是一步一个脚印 自己修上来的 最终人们发现 东荒可谈的人太多了 无法明确谁是第一高手 这些人大多都没有展现过真正实力 都很低调 纵然进入歧视府后 亦如此 没听到有一个东荒的人被称为妖孽 而且没有一个人强行出头做过什么 可是人们却听说过 遥光圣子是一个每次都要度天节的人 怎么可能不是妖孽呢 由此可以推论 另外那几人也绝不会简单 成长空间极大 西罢城外 两尊高大的身影出力在虚空中 一个浑身密布黄金细林 生有一对神尺 另一个阴光闪烁 生有四臂 以及多了一只树眼 它消失了 掩盖了契机 神算子的高祖也推演不出来了 阴阳教的人寻觅不到了 多半还在这片地狱 不摘下它的头颅 我们无法回去复命 两个太古生灵低声交谈 眸光中如火焰一样腾腾跳动 强大的气机惊人至极 而在这两个太古生物 想办法要杀叶凡时 它手持仙类绿金枢 也在琢磨 上面的小字 是以太古前的神文刻写的 能否抓到一只古生物溢出来呢 清晨 朝霞喷波 西坝成沐浴 在金色的光彩下 五黑的墙体 都镶上了一道道金边 多了一股神圣的味道 叶凡来到一个小餐馆前 要了一碗豆腐花 还有一笼小包子 坐下来边吃 边看古街上往来的行人 旭日出生 朝霞很柔和 洒在人身上暖洋洋 没有喧嚣 没有喊沙 没有绚烂的法宝 更没有鲜血 有的只是宁静和朴实 这几年以来 叶凡的生活节奏一直很紧 出生入死 见惯了利刃斩头颅 鲜血染长空的画面 徘徊生死间 此时他觉得很安密 对一个凡人来说 这仅是一个很普通的清晨 也许还有人会抱怨 朝霞有些刺眼呢 可是对叶凡来说 却是一种享受 灿烂的朝霞 温暖的旭日 洁净的慈晚 银润的豆腐花 还有那路过的一个个行人 让他觉得 朴实而生动自然 修行者 都是一群非人类 难以感受红尘的美 太枯燥了 在这个时间段 许多修士应该正在 深山崖壁间 鼓动前涂纳 远离尘世 更有很多人在必死关 终年不见日遇 凡人羡慕飞天断地 却不知道那需要多年的累积 一个人在枯燥中忍受煎熬 默默的独自修行 却不见得有成 叶凡近期要闭关 打算以内瓶龙水 冲击画龙第四遍 这些日子以来放松心井 感受红尘 到时要一举冲关度节 街道突然抖动了起来 地上的青石板轻颤 城门方向十几匹异兽冲了进来 每一匹都无比神俊 有的壮弱麒麟 紫光闪烁 有的宛如龙居 通体烈火燃烧 他们一冲而过 整条古街都一阵摇动 隆隆作响 而后进入本城最大的一家客栈 不多时又有一些人驾云而来 从天而降 而且不止一两批 不时有人赶来 进入西坝城内 这是中州十大古城之一 有很多强大的修士在此隐居 更有不少修行者 常在此出没 百姓早已见惯 并没有出现慌乱 两个月一次的超级拍卖会要开始了 这一次在九黎神朝的宝雀举行 许多人都是连夜赶来的 不知道又有什么神务出事 多半会来不少皇主级人物啊 不远处的桌位 有人轻声议论 西坝城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大型圣会 由各大拍卖行轮流而动 常引来圣主级的人物 清晨的安宁被打破 天际不断有人飞来降落城中 城中一些人推测 这次多半会有不同寻常的法宝 不然怎么会引动这么多人呢 提升大座传来风雷之响 城门口又有六七旗池来 如几道流光一样速度很快 这些座旗皆是一种 有的泪声双翅通体发光 有的林甲森森提足硕大 所有异兽都踩踏在虚空中 离地半尺高 足不沾地 但却震出了风雷音 比踏在青石地上声音还大 一个个神俊无匹 最前方的一头黄金神吼 与一只紫色的麒麟兽 黄金神火与紫色天火熊熊燃烧 令坐骑上的两人神威灵灵 这是齐师傅的人影 也凑热闹来了 都是吴大狱的最杰传人 日后这里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骑士府万年一开 而今注定要让此城更繁华 这些人绝不会缺少缘 大多都是未来的一教之主 叶凡眼睛眯了起来 他见到了一位故人 黄金神吼的骑士 身穿金色战衣 雄姿剑朔虎木生辉 黑发披散 金赤霄 北域黄金家族的传人 体内流淌有太古王的鲜血 一夜凡没有想到 会再次见到这个人 上一次在东荒圣灵陨落地 火摸岭 十三位圣子及人物围攻他 就有这个人 我引动天节杀了一群人 当时大野圣子逃走了 事后却也被我毙掉了 想不到他也是一个漏网之鱼 参与设局想杀死他 叶凡对此人自然没有一点善感 若不是身在这西坝城中 他肯定会向对方出手 六七匹一兽停了下来 所有人都下了座棋 静止来到小餐馆前 显然要在这里吃早饭 盯了一声 一枚银块落在叶凡的桌上 发出了一声清响 滴溜溜转了几下才听闻 且将我们的座棋 牵到前面那家客栈去 说话的人 与金赤霄并列走了进来 身穿一身紫衣 冷淡的扫了一眼叶凡 并没有多看 镜子找了个座位坐下 对你说话呢 听到没有 旁边一人 见叶凡没有动 露出意思 一个凡人而已 对银块竟不为所动 嫌少吗 只是让你走几步而已 金水箱上这边扫了一眼 丢过来一片金叶子 落向叶凡的脸颊 叮的一声 叶凡伸出两指 夹住金叶子 随手扔在了桌子上 眼中射出两道清灰 望向几人 想使唤我 将金叶子砸向我的脸 这几人诧异 历史明白 这并非一个凡人 不然绝不敢这样 与他们说话 金叶子都不要 我们另找人牵马 其中一个人奚落 另外几人都未再说什么 怕惹出什么是非来 叶凡弹指 打出几片金叶子 落在金叶箫 与说话那人的身前 赏你们的 清静点 不要过躁 你 几个人大怒 蹬的站了起来 金叶箫神色一动 算了些吃饭 一会休息一下 还要去 九里神朝的宝雀呢 这位朋友对不住啊 既然你不愿 我们刚才打扰了 那个紫衣男子也开口 显然不想闹出事情来 叶凡站起身来离去 既然你们这样说了 那就算了 你 其中一人很不甘 但却也没有发作 九里 为中州四大不朽 神朝之一 传承古老 势力如海 在各座古城 都有兵器店与拍卖行等 此刻 这片宝雀 前摩肩擦中 人山人海 不少人赶来 参加这次的超级拍卖盛会 九里天 却相当的宏伟 占地极广 如一座城中城一样 步入当中 有一道光门 每一个人进入时 他都会闪动一下 能显示出一个人的实力 会有人根据光华来接引 叶凡尝试掩藏 发现光华还是闪了几下 一个少女出来 将他引入一片空中楼阁中 洗心看 可以发觉 此地都是画楼秘境的修士 最终他提出要求 要了个包奖 坐在悬空的电宇中 俯视前方的拍卖大厅 一览无余 一切清晰可见 希望有绝世龙碎 那样的话 我可以立刻冲关了 叶凡 坐在楼宇中 关注拍卖大厅中的一切 交易已经开始了 六千载的灵药一株 低价一万金元 一万一千金 一万两千金 最终 这株灵药以两万金元成交 是九离天雀中的第一笔交易 拍卖大厅中不温不火 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还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真物 离火箭一口 底价十万金元 终于 下方的大厅中一阵骚动 不少人被吸引了 历时开始报价 这把箭赤红如血 喷薄烟霞 离火阵阵 灼热难挡 这是一把交织出法则的古箭 是圣主级兵器 十五万金元 十八万金元 二十万 最终 离火箭被拍出一个吓人的高架 落入一名年轻人的手中 许多人惊讶 那是齐氏府的一名弟子 随后拍卖大厅中气氛越来越热烈 一件件宝物亮相 引来一阵阵惊呼 而成交价格越来越惊人了 当一块洁白如玉 如羊枝一样无瑕的铁块 被人放在了御盘内 送入大厅中时 将拍卖会引向高潮 杨之玉神铁一块 底价五十万金纯净元 哄的一声 大厅内沸腾 很多人都站了起来 闪目向前观看 那是一块人头大的神铁 如雪一样洁白 没有一点瑕疵 根本没有一点金属的特质 如同一块羊枝玉一样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一块奇针 纵然是圣主为自己练兵 继练时加入一点也足够了 非常的奇针 据说 这样的针料 都可以用来继练王者兵器了 是各种王体大称后 所需要的极其罕见 许多人都激动的喊 六十万七十万八十万金元 以此加价十万级 都想得到手中 叶凡泽舍 有缘的人可真多呀 他虽然为原天师传人 但也没有这样一致数十万金元 不当一回事啊 一百五十万金元 忽然一个年轻人平静的开口 现场所有声音都消失了 此人从百万金元 一下子提到了一百五十万金元 显示出了志在必得的决心 他是谁呀 这种东西虽然吸针 但炼气风险很大 容易废掉 一文不值 他还真敢出手啊 徐子轩 中逐年轻一代的羽化王 足有一万五千年 未出现过这种体制了 若非中皇太过骇人 身为中中年轻一代的强者 他大明早已传遍天下了 最终 羽化王以一百七十万金纯净元 拍下了人头大的杨之玉身帖 他身怕一个老人帮其支付 很显然 他有强大的背景 有一个古老的家族支持 不然凭他自己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的元来 下一件拍卖品 王者兵起一件 这一次引来一片喧哗声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最终竟拍出了这种东西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手持一件王者之兵可以横行天下 独抗一群同阶强者都可以 威力绝伦 叶凡也震动了 他持有过九神兵 真切感受到过那种可怕的威能 无坚不摧 所向披靡 而今 他身上还有一件寸许长的黑色战车呢 为王者兵车 同样恐怖 在王冲手中时 他是以九神兵才压制住的 这是一口小钟 不过婴儿拳头大 中体碧翠 是一口神域钟 如绿马脑一样 王者之兵 看起来精盈温润 但是却又无与伦比的恐怖威能 牵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神 朱解兵器 我一定要得到 金尺萧开口 眸子中出现了一缕缕的金光 第889集 纵然是在中州 在这样的超级拍卖盛会上 也几乎不可见到王者神兵拍卖 因为太稀少了 但凡得到都会自己温养起来 与血肉交融 而不会卖掉 真是一件瑰宝 估计将会是天机 我还想买龙髓呢 估计买不动这个宝贝 悬空的楼宇中 叶凡轻弹 王者之兵 每一件都会耗取 无穷天才地宝 情节一个大门派的所有 也不能铸成 也唯有圣帝与神朝 以及最顶级的大势力 才可拥有 可以想象一下 绝代神王江太虚 激烈一生的兵器 有几人能够得到与持有呢 任何一个人持在手中 都可以横扫 同街一群人 所向披靡 难逢敌手 中体 不过 隐儿拳头大 比率欲低 剔透通量 一望旧知智归宝 忍不住想持在手中把玩 必落终 酒离天雀中 主持拍卖的老人刚说出这个名字 还没有说出底价是多少 打厅中的人们就沸腾了 竟然是传说中的那口中网 整片电雨 都是一片嘈杂 很多人 神情震动 全都议论了起来 更有不少人向前挤去 想要看个仔细与究竟 只因碧落中三子拍卖大厅中一片混乱 众人神情激动 许多大人物都走出了包间 运转神目观看 碧落中 昔日明动天下 是一宗神庙而强大的兵器 众生一详 天地接济 人雄陨落 万物粉碎 两万年前 中州出现了一个碧落王 就如同当今东荒的神王江太虚一般 为一个无敌之王 他济烈一生的兵器 可想而知多么的珍贵 碧落 为道家第一层天 陛下满空叫做碧落 敢以这样的名号称王 自然有独步天下之处 碧落中 被称作中王 与一万五千年前的羽化王 济烈一生的九神兵一样出名 在中州许多古籍中 都有确切的记载 碧落王 与化王为中州强大的王体 所留兵器世间罕见 具有无量价值 这口碧落中王 恐怕没有几人买得起 当年 也不知耗费了多少真料 最终才以九天碧落神域组成 最关键的是他的威能 若是持在一位圣主级人物手中 在没有古圣人的年代 在没有大成王体的岁月间 可以无敌天下 众人心中思量 莫不动容 知道肯定是天家 除非远古神朝与圣地出手 不然 没有人买得起 太珍贵了 七十万金纯净缘起拍 当人们稍微平静下来时 那个老拍卖师大声地宣布了底价 此话一出短暂的静止 而后一片哗然 这怎么可能啊 才七十万金 纯净缘 几乎没有人敢相信 这可是传说中的碧落中 为一个无敌王者 以一生心血练化的宝贝 怎么可能这么低廉呢 假的吧 这肯定不是真正的碧落中 这难道是一件房品 并不是古籍中记载的那口中王 许多人质疑 不相信一口神中的底价 会这么低 认为油炸 并非真品 诸位 少安勿躁 九里宝雀中 老拍卖师轻轻地敲了一下中体 顿时发出一声轻烈的中医 递宕人的魂魄 是那口中王 但却出现了一道乌痕 婴儿拳头大的碧落中 被翻转了过来 人们发现在中的内壁上 有一块血痕 像是一块污渍一样 暗淡无光泽 怎么回事啊 不久前 有人在一片兄弟中 发现了碧落王的遗体 躺在一个血窟内 众人闻听此话 历史知晓怎么回事了 祖根生龙髓 亦可产生污秽 纵为战宝 长时间尽燃 也会被化掉 在一处大地污血原地 近燃两万年 碧落中没有彻底毁掉 已经算是奇迹了 可惜了呀 一件神物就这么废掉了 想不到 碧落王安记在了一座血窟中 这可真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传说中的碧落中 就这么磨灭掉了 众人摇头 若情一下子减退了 诸位 这可不是一般的兵器 乃是以九天碧落神域 绝成的要知道这是可以用来铸造圣人兵器的神才远古的圣人都寻觅不到若是寻到绝世地辱或者顶级龙髓完全可以洗掉血污让碧落中恢复且继续温养下去必会万邪不欺永世难以磨灭许多人又心动了心思活跃了起来 但依然有不少人摇头 算了吧 代价太大 地入龙髓本身就价值连城 还需要是最顶级的谁花费的钱呀 八十万斤纯净元 八十五万斤 虽然有很多人口中说代价太大 但是在竞拍时却还是出手了 而且很激烈 一百二十万斤纯净元 也烦也开口了 他觉得碧落中很不凡 应该可以化掉乌痕 毕竟 为九天碧落神域筑成 好生温养 不仅能恢复 应该还可以不断成长 他一下子提高了数十万斤纯净元 多时让人一阵侧目 很多人都一阵犹豫 不知是否要继续加价 另一个声音传来 一百五十万斤纯净元 非常的镇定与平静 正是黄金族的金赤霄 留堂有太古王的血液 一百五十五万斤纯净元 又一人开口 也烦他继续加价 一百八十万斤纯净元 二百万斤 金赤霄面不改色 一服一药定了的样子 疯了吗 碧裸中已经出现乌痕了 还能这样被争夺 这可真是元多气粗啊 众人吃惊 一百八十万斤纯净元 是叶凡的底线 但见到是金赤霄在竞争 他觉得有必要推波助澜一下 他倒也不是诚心要坑此人 而是一会将有龙髓拍卖 他觉得有必要让其消耗多一些 免得到时候又跟他竞争 二百一十万斤纯净元 叶凡语气不坚定 似是咬牙喊出这个价格 二百三十万斤纯净元 金赤霄非常的强势 一口气加了二十万斤元 二百四十万斤纯净元 叶凡似乎更犹豫了 报价时有些迟疑 二百六十万斤 金赤霄非常的干脆 金净太过了 壁落中出现的严重无狠 早已不负当年的神秀 威力不及当年议程 一百八十万斤元 就是极限了 旁边 那个身穿紫衣的男子劝道 骑士府的另外几名弟子 也认为不值 纷纷的劝阻 我要定了 我们黄金族有大地神辱 完全可以洗尽乌痕 让这口中王复原 什么 几个人心惊 无比的羡慕 若是能复原 花再多的元也值得 可再现无敌之王的风采 最终大殿中的人麻木了 叶凡一点一点加价 硬是将壁落中推上了三百万金元的天价 不敢再加了 怕惊退对方 哎 不对 他志在必得 还可以出家 叶凡 以元天神诀观察 心中移动 感受到对方的情绪波动 三百一十万金纯净元 三百二十万金 叶凡 温火煮肉 将价格推到了三百五十万金纯净元 不再理会 最后 连金赤销都挤眼了 他身上并没有这么多元 跟九离天鹊的负责人沟通后 得到可日后付款的允许后 一口气 价格推到了三百七十万金元 成为了最终得主 这个王八蛋 金赤销咬牙 这个代价太大了 他盯着叶凡所在的包尖 内心又无解杀意 而后 冷笑了起来 拍卖大厅中一片哗然 实在是天价 极其疯狂 让人都觉得不真实 而后又拍卖了一件真品 为上古双子王的手扎仪卷 记载了部分误道经 虽然只是残篇 但却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叶凡想了想 又参与了进去 这一次又忠实的做了一回托 依然是每次喊价都犹豫 却不断的网上推价格 该死的托 你的戏眼的太糟糕了 太可恶了 抬甲太明显 最终 这卷残缺的误道手扎 也被推上了一个天甲 惹得天怒人怨 下一次你自己玩吧 恶托去死 许多人诅咒 怒不可遏 叶凡自然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将托做到底 让这些人明白他的作用 为镜拍龙水扑路 而后 他果然恶习不改 又托了两件真物 一直顶到天甲 最后一件真物 紫龙水一瓶 共有十二滴 底价一百二十万斤纯镜元 不过 要以等价的神元竞拍 大厅中又一片哗然 终于将压轴的龙水 呈现了上来 这可是绝世神物 不仅可以延续兽元 还能辅助悟道 一件通透的玉瓶 里面的一切清晰可见 共有十二滴龙水 绽放神华 让大厅中一片紫茫茫 芬芳醉人 每一滴都有拇指度那么大 互不相容 晶莹透亮 紫霞闪烁 如紫气东来一样 打听中一片音乐 香气直传入人的魂魄中 十二滴 每一滴的薄底价 都有十二万金元 堪称吓死人的天价 再财大气粗也觉得肉疼 几十二滴呀 底价就一百二十万金元 怎么不去抢啊 许多人都喊贵 最为重要的是 要以神员交易 挡住了太多的人 一百三十万金元 就在这时 叶凡开口 语气依然是那么的不坚定 打听中 瞬间沉寂了下来 而后一片咒骂声 死托 又演戏了 太缺德了 自己玩吧你 我们都不敬拍了 一百三十万金元第一次 一百三十万金元第二次 砰 里声 木锤落下 众人光顾着诅咒了 无人竞争 叶凡以一百三十万金元 拍下了龙髓 成为得主 打听中一片寂静 而后一片诅咒 人们相信这就是一个托 这次没坑到人而已 死托 太贪婪了你们 不想拍卖就算了 何必这样啊 旁边 这处拍卖行的负责人 泪流满面 无语哽咽 刚才还对叶凡无比的崇敬呢 现在想一些底子拍死他 你大爷的个蛋 这是一瓶龙髓啊 局势难求 本来是压轴大戏 必会竟拍到一个吓死人的天架 结果让这个本来看着挺顺眼的拖 按在了地板架上 拖 拖 拍卖大厅中 众人咒骂 拍卖行的负责人欲哭无泪 想掐死叶凡 原本孤策 成交价 最保守估计 也在四百万金元以上 因为这次可不是下品的龙髓 一百多万金元绝对拍不下来 价值无法估量 在很多人愤愤的叫骂声中 拍卖行的负责人垂胸顿足 差点被一口气憋死 当大厅中所有人都散尽冷冷清清后 叶凡才在贵宾包间内支付神员 将那瓶紫龙髓揣进了怀中 合作愉快 日后我会常来捧场的 你不嫌亏心哪 那可不是一般的龙髓 你一百三十万金元就给按在了地板上 拍卖行的人气急败坏 要是怎么说合作愉快呢 前几件任务 我给你们抬到那样的高价 你们根本不亏 最后一件就当是我的报酬好了 我们同搜无欺 从来不会找妥 那样是败坏我们的名声 不就是一瓶吗 又不是一顶 你知道那是什么龙髓吗 那可是子龙祖根中挖出来的东西 你知道为了这十二滴神夜 死了多少人吗 那是一片绝世兄弟 有可怕生灵守护 高手伤亡惨重 在哪里挖出来的 地下龙脉中有上古生灵守护 说不定我们可以合作一把 说来听听 说什么说呀 没你什么事赶紧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老人家别上火啊 说一下又不费什么 我对山川地理很有研究 到时候说不定能帮上你们大忙 你赶紧走 最终 叶凡被一群老家伙赶了出来 几个老拍卖室跟他吹胡子瞪眼 将他列为最不受欢迎的客人 老人家 以后你们会请我的 普天之下 唯有我能帮你们身后的大势力 走走走走走 不要让我们再见到你 九离神朝的月灵公主去请高人了 你这个小骗子赶紧离开 叶凡心中惊讶 九离神朝的月灵公主乃是中州的第二美女 一眼睛天下 名气极大 年轻一代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摸了摸鼻子 不知他会请动哪些高人呢 第一次被人这样狼狈的赶出来 转身离去 不久后 叶凡离开了西坝城 准备找地方闭关渡劫 该死的阴阳教 再敢出现在我的眼前 去你们老巢渡劫 将你们的祖坟都给炸平 叶凡远离西坝城 向一片山脉中走去 他要选择一个无人区做官 你终于来了 我们等你多时了 一个蛮不在乎 一切尽在掌控中的声音传来 将我们的子龙水送来了 令一个人奚落 哈哈大笑 周围出现了七道身影 正是金赤霄一行人 出现在四方 远远的将他围在当中 我觉得 是你们为我送碧落钟来了 我对那口钟王 可是念念不忘的 你们很热情 金赤霄笑了笑 慢慢的摇了摇手指 你没有什么机会 无声无息 在四方各自出现一个老人 风堵了天空 将叶凡困在中心 可惜啊 你只拍下来一瓶龙水 若是将双子王的手扎也竟拍下来 那可就是两份惊天大礼了 做人要满足 压轴拍卖的龙水 是无价神物 我们该知足了 金赤霄 紫衣男子等人 来劫杀叶凡 想要夺走西式神物龙水 可以说有恃无恐 紫龙水 事所罕见 这瓶神叶价值在四百万金元以上 你可真是及时雨 知道 我们很需要他 共有十二滴神叶 我们七人 有些不好分配啊 另一人豪整以暇 漫不经心的说道 早已将叶凡 当成了盘中餐 金赤霄从容不迫 背负双手慢慢踱步 似乎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 他师生 未必没有其他证物 到时候可以清点一下 旁边的紫衣人气定神闲 一脸的从容与镇定 淡淡的扫了一眼叶凡 先将他拿下 一会儿再做决断 知道我是一个软柿子 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叶凡一声冷哼 向前走去 一步一步的逼向几人 此时他对金赤霄几人 无所畏惧 所忌惮的 只是那四名老人 皆超越了画楼秘境 乃是圣帝 台上长老鸡人物 有四位前辈在此 你还想负于顽抗 真是不知死活 其中一人揶鱼 摇头冷笑不已 金赤霄 子依男子等人 向后退去 并没有打算亲自上前对决 想让四位太上长老振死他 很是谨慎 早晨在那家小餐馆相遇时 我们还不知道你是个修士 现在旧话重提 你要是为我们牵马坠灯 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这样的人用着不放心 要是自费修为还差不多 想活命的话 先叩首求饶 我这个人就喜欢看别人服软 七个人站在远处 从容而镇定 出言羞辱 立身山石上俯视这里 嘴角皆带着一缕冷笑 第八百九十一集 你们也只是嘴头上说说而已 连与我一站的勇气都没有 却要请来四个老不死的出手 我看你们以后 无论走到哪里 都要请个干爹 或者干爷爷 其中一人满脸冰霜 一会儿有你好看 让你跪地求饶 生不如死 另一人音声说道 你不过一个画龙第三遍的人而已 在城的人哪个比你弱 只是懒得与你动手而已 叶凡没有理会 而是看向那四名老人 四位老兄 这七人是你们的孙子吗 其中一个人 下意识地摇头 胆插那醒悟沉下脸来 成口舌之力 后方 金尺小等人皆冷下了脸 其中一人寒声说道 占我们便宜 一会儿 让你跪着死 原来他们与你们四人没有关系 都是谁家的孙子 自己的爷爷怎么不来 其人的身份都不一般 何曾这样被人奚落过 其中一人上前 目光阴逸 我来与他一战 要亲手收个奴仆 跟他一般见识做神 请四位前辈震死就行了 没有必要让他的血污了我们的手 金尺小摇头说道 算是一种委婉的拦阻 怕有意外发生 不亲手压得他跪下来 我总觉得差点什么 浑身不自在 他边说 边向前走去 掌心经营 出现了一杆黄金三叉戟 唰了一声 仅有一寸长的黄金三叉戟 在其手中放大 达到了一杖 冷气森森 黄金神光流动 光滑四射 锐财万道 这是一把交织出天地法则的古兵 被他持在手中 沙光一道又一道的卷来 如一片惊涛海洋一样 几位前辈且靠后 让我来亲自收一个奴仆 他大步向前来 越过了四位老人 而后进入场中 叶凡很平静的站在那里 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却准备出手了 现在跪下来还不晚 我留你一命 这是北渊一个 极度强大与古老的世家少主 修为在画龙第四边 既然你找死 我就送你上路吧 叶凡终于动了 身形飘忽 如折仙凌空 清零却也很迅疾 速度快到极致 这个少主手持黄金三叉戟 用力劈来 他周围像是一片金色的海洋 一片的璀璨于胜裂 沙光万道 叶凡左手画成一个金色的天碑 右手画成一个金色的墨盘 上面符文闪烁 如转刻有两部天书一样 两声刺耳的金属交击之音传出 金色的神碑还有墨盘 打在了力劈而来的黄金宝兵上 火星四射 穿金烈石 三叉戟 光芒一阵暗淡 被击断两根击刃 只剩下了中间的神风 从一杆大几 画成了一条黄金绽毛 后方 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叶凡徒手打猎了一把 交织出法则的兵器 让每一个人震动 想要阻止 却晚了 叶凡的速度何其快 右手画成的金色大墨盘 拍落下来 上面各种浮露闪动 玄傲莫测 如在禅室一部古经 这个少主大惊狮子 没有想到 一个人的肉身如此强大 镇断了他的黄金宝兵锋刃 击到了他的金钱 砰的一声 他不得不快速反击 舍弃近身无法挥动的战毛 一边倒退 一边以双手阻敌 为自己争取时间 可惜 他的双手刚扬起来 就被叶凡打烂了 连带两条手臂都寸寸折断 划成了一大片血污 砰的一声 叶凡的左手压了下来 这是一方金色的天碑 先天文落闪动 密密麻麻 刻在上面 力压而下 这个少主一声大叫 根本挡不住 身子一下子挨了下去 如泰山压顶一样 他承受不住重压 身子弯了下来 哭痛一声 他根本挡不住 被压得动弹不得 双腿差点折断 刚一发软 便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 这是一个耻辱的姿势 刚才他扬言要叶凡跪下来 结果才一个照面 就被对方打得跪倒在地 比杀了他都要难受 就凭你 也想让我做奴仆 叶凡一巴掌拍了下来 金色的天碑 让这个少主的头颅 顿时成了烂西瓜 而后 他将内改已经成为黄金战毛的武器 取了过来 向后退去 这个少主的死是保持姿势跪在那里 不过脑袋却烂掉了 后方的人都来不及阻止 四名老人如虎狼一样扑了过去 催动如海一样的法力镇压 但却只捕捉到一条残影 叶凡剑步融发剑冲了出去 换过兄长命来 远处一个年轻男子脸色铁青 祭出一个子铜葫芦 胡塞拔出的刹那 惊惜牛饮 吞噬十方 叶凡赤黄金战毛冲了过去 像是被缩小了 向葫芦口内贯冲而去 即将被收进去 可是就在这一刻 他的身体忽然矩阵 如青龙百尾一跃而起 快速放大 手中的金色战毛向前捅去 咔嚓一声 这杆金色战毛 从葫芦嘴插了进去 自葫芦底穿透了出来 神风不可挡 紫铜葫芦缩矣成了树板 黄金战毛穿过紫铜葫芦后 毛风速度更快了 金光闪烁 一下子没入这个人的胸膛 血光喷涌 这个男子 大叫一声 胸膛前后透亮 五脏激烈 神魂皆上 叶凡如一尊神魔一样 立在场内 单手持黄金战毛 将其挑了起来 而后用力一阵 哭的一声 鲜血喷尖 这具身体四分五裂 飞向八方 肉块 骨头带着大量鲜血坠落 此人魂魄被灭 黄金战毛 躺血 叶凡黑发 披散 手持战毛 大步的向前走去 毫不停留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事 如此手段 赶紧利落 可怕的吓人 叶凡向前逼来 每一步落下 大地都震动了一下 如一个巨人在出行 手巾的黄金战毛向天 鲜血流淌 他黑发如朴 像是一尊上古战神一样 破空声传来 四名老人冲置 又一次祭出 如汪洋一样的法力 光滑弥漫四野 淹没天地 要将叶凡炼化 与镇压 可是 留给他们的 只是一道残影 叶凡的速度太快了 他像是行走在远古 与当时隔绝 不受影响 他手情黄金战毛 一步百丈远 冲向了金尺消极人 黑发道武 杀其冻四方 如挣脱枷锁 从地狱中杀出来的神奇 余下的五名年轻强者 皆变了颜色 对方一跃如龙 涌动强大气息而至 每一个人 都不得不奋力对抗 其中一个人大叫 曾经奚落叶凡 是为他们送子龙园而来 此刻迟一把天罗伞 挡向空中 将自己护在了后面 虚空剧烈抖动 如一张破步一样 在刚风中作响 动荡不止 叶凡手持黄金战毛 将他当作一把天刀 双手握住 利劈而下 带动着滔天的黄金神光 吞没大地 叶凡挥动金色战毛 而下 脆裤拉朽 将那把交织出去的 天罗伞 剖为两半 断口平整而光滑 这名年轻强者大叫 眉心出现裂纹 蹦出血花 眼中充满了恐惧 叶凡手中的黄金战毛 与天刀没有任何区别 力劈而下 抛完天罗伞的同时 毛风切入此人的头颅中 鲜血狂勇 他用力劈下 金色毛风如一道闪电一样 将这个人的身体 劈成了两半 非常的对称 大片的血水冲了出来 两半边身子 分别倒向了两方 脸上写满了巨翼 毛子中是无尽的恐慌 砰的一声 劈成两半的尸体 分别落地 叶凡居中而立 发似漆黑如墨 手中的金色绽毛 在阳光的照耀下 更加的璀璨了 鲜血躺落下来 他如一尊神魔一样 立在那里 叶凡持黄金 占毛而立 金色的毛风上鲜血淋漓 在阳光下一片刺目 他如一尊从远古走来的战神一般 金齿霄大叫 你是 你是叶凡 他脸上写满了金融 虽然对方改变了容貌 但是那种气息绝对一样 不会认错 金齿霄大叫 我看你如何在逃生 叶凡倒提金色长矛 在山石地上 划出了一串串火星 一步数百丈远 眼眸中 有星辰幻灭 快速杀来 大家 大家一起上杀了他 几位太上长老 速度出手 金齿霄大叫 旁边 一个头戴金官的男子 一声大鹤 寄出了一张画卷 里面远古摩山耸立 乌云压顶 电闪雷鸣 另外两人也出手了 同时寄出法宝 祖姬叶凡 为几位太上长老 争取时间 后方 四名老人 如几颗彗星一样 滑出长长的尾光 追击了下来 但却无法与 叶凡的速度相比 叶凡倒提低血的 黄金战毛 几个闪灭间 就到了眼前 如一座山岳在移动 每一次落在地上 都会发出 咚的一声大响 群山颤抖 摩云锁山图 给我镇压 那张图飞上半空 一下子扑展了开来 如一个真实的世界浮现 当中 七十二座摩山高耸入云 黑雾汹涌 闪电交织 叶凡 冲过来的刹那 摩云锁山图 那一座大山飞了出来 挤压满了天空 漆黑如墨 镇压而下 叶凡将黄金战毛 当作大棍使用 轮动起来 打向天空中 金色的毛身 承受了巨大的力量 都几乎弯曲了 也不知道 有多么大的力气 叶凡轮动黄金战毛 将天空中镇压下来的 黑色大山 一下子打裂了 巨大的石块 到处坠落 如洪水滔天 乱石滚落 山体沉坠 一片黑色的洪流 声势害人 冲向了四面八方 可以清晰的看到 摩云锁山图那一座高峰 暗淡了下去 几乎消失不见 那个男子站在魔图盘 用手一指 大喊了一声 九月齐鸭 九座黑色大山 冲出去 飞向了叶凡 九山齐处 黑压压的射人 遮蔽了天空 如乌云一样 在大地上 留下了一大片的阴影 具有一山填海之势 叶凡一声轻齿 战毛向天 一往无前 迎上了九座远古大月 他如一个 君临天下的人主 力拔山河 锁向无阻 手中的金色长矛 不断的挥动 与天空中的魔山碰撞 他双手持矛 用力上扬 毛风划出了一道弧线 将一座大月 生生的挑了起来 飞向天际 前方 几人吃惊的睁大了眼睛 这得要多么大的力气才行 竟然以毛风挑飞一座黑色的大山 叶凡第二次举战毛 第一次 毛风插入山体中 一声大吼 他用力一震 又将其挑飞了出去 金尺小几人都变了颜色 这是 对方挑衬如挑人一样 这样强大的肉身 实在是吓死人 这一次是惊天一击 叶凡一毛点出 将一座大月当场击碎 石块如雨冲向四野 天地间到处都是 他连续挥动金色的长矛 九座大月或挑飞或穿裂 电火石化剑全部击灭 让人反应不过来 叶凡化成了一道神红 俯冲了过来 毛风向下 下方的地表四分五裂 冲起漫天烟尘 人为一致 气势已如大洋一样压落 头戴紫金棺的男子 用力抖动这幅画卷 如一片黑色的汪洋一样 铺天盖地 要将叶凡收进去 钢风剧烈 画卷铺盏 万情碧天消失 画成了一片世界 将叶凡吞没了进去 消失不见 几人一同炼化 摩云锁山徒 几位太上长老 也自远空临近 突然画卷破裂 一截金色的毛风透出 笔直地刺向魔徒的持有者 寒芒刺骨杀气迎野 一声巨响 这张交织出盗鱼里的宝图 出现一道道裂痕 叶凡挣脱了出来 手中的长矛 如闪电一样刺了出去 鲜血飞出 金色毛风穿透 魔徒的持有者 从其背后刺出 用力一振 这剧身体顿时炸开 血肉与骨头散落 你 金尺笑与另外两人 就在进前 全都倒退 化成三道光冲向了远处 近身战斗绝对是找死 没有人可与胜体近战 与此同时 天空中四名太上长老的无穷法力压了下来 如一片世界笼罩 让大地直接沉陷了十几丈 叶凡跃起 冲出去树里 认准了一个目标 追了下去 足不沾地 一跃数千丈 截断前路 别逃了 送你回老家 尽管此人奋力抵抗 但是他不过化龙第三遍 根本无法与同阶的圣体对比 几乎才一交手 就被镇成了血雾 远处 金尺笑还有紫衣男子停了下来 此时他们与四位太上长老终于站到了一起 杀气腾腾逼了过来 叶凡并没有逃走 立身在一座石山上从容不破 将万商公取出 拉动公衔 竭尽所能 浑身的惊气燃烧了起来 神艳腾腾 这片天空一片绚烂 一道金光射出 穿空破云 直取紫衣男子 快到极致 一名太上长老祖姬 迎向金色的神剑 发力喷发 炼化那道数里长的长红 叶凡不断的弯弓射箭 一道又一道金色的长红射出 如一条条闪电一样交织 形成一片赤裂的剑与世界 最后 他向其中一剑注入一身的神力射了出去 笔直的飞向紫衣男子 其他人自顾不暇 未能圆秋 长达树里的神剑一冲而过 击碎他的法宝 穿透眉心 哭的一声炸裂了开来 形神俱灭 至此 场中只剩下了金尺霄 还有四名太上长老 其他人都被叶凡毙掉 三名太上长老催动法力 化成一片光幕 将一个老者围在当中 而后一声大吼猛力的祭出 这名太上长老如一颗流星一样冲来 被无尽法力包裹 所有剑鱼都发穿透 且速度达到了极致 死相合一 法力急于一身 锁地成寸 这是一种秘法 四人成全一人 让他刹那间拥有了极尽速度 只为追上叶凡 快速到了眼前 如此速度真的下了叶凡一跳 这些人果然有一些奇数 若非有所准备 还真要吃大亏 他运转形自觉 倒退而去 避其锋芒 戴琪身上的璀璨光滑消失 神力耗得差不多时 才停下来等待 这名太上长老 双眼中流动杀机 张口吐出一片先天惊气 带动着一身的法力压了下来 当中符文闪烁 他知道 叶凡肉身无双 但境界还不够 故此 以无穷法力镇压 要以大道法则 将其炼化 其他还在画龙镜 叶凡 双眼光滑一闪 太上长老出界 并没有逃走 而是冲空而上 赢了上去 在这一刻 他竭尽所能 展现出最强大的实力 以画龙第三扁之身 抗击一位圣地 太上长老级人物 第八百九十三集 一声龙吟 一条青龙飞出 叶凡双手捏龙吟 打出唯一真龙 昂首白尾 穿透滔天法力而上 哄的一声 一座大跃横空 巍峨高耸 镇压跋簧 叶凡又截出了 暴山翼 硬汗那无边的法力海 逆空而上 什么 他在画龙第三遍而已 怎么可以跨越 这么多境界对敌 远空几个人都变了颜色 急迟而来 在无尽法力中 各种符文闪烁 形成一条条法则丝线 连在一起 成为一种大道规则 向叶凡压去 叶凡身体中 各种光滑浮现 倚注混沌清廉 冲出轻轻一摇 那些法则无法战身 而后 先王林九天 异象异展现 九层天沉浮 勾动那些法力 滔滔而至 全部吸收而来 疯狂的吞噬 小心 那是身体的异象 肉身不要触及 叶凡以法印 异象攻击 将超越画龙秘境的太上长老的无边法力 撕开了一道口子 逆空冲了上来 他捏引大战 在这短暂的一瞬间 连击上百次 与这名太上长老过招 百余回合 无比激励 叶凡先出龙印 而后又斩爆山印 最后又引动出了人亡印 一气合成 自然而可怕 一个巨大的身影与他合一 人族共主 虚身出现 凝炼成神力法则 与他长指合一向外打去 这一切太快了 一百五十招时 叶凡以仁王印攻破 最后一层法力光幕 打了进去 这名太上长老口吐鲜血 道飞而去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叶凡不过一个画龙镜的修饰而已 却战败了他这个太上长老 画龙第三变 与他足足相差了八个境界 这没有道理 所谓的跨一个大秘境战斗 指的是龙海 道宫 四级那样的秘境 只有几个小境界而已 像画龙这样的秘境 多达九个小境界 根本没有人能跨过 就为数之急 根本无人可以跨九个小境界作战 八九是极近尽头了 自古至今 唯有逆天的少数几人 可跨八个小秘境作战 胜体 他竟然迈入了这个行列 成为了跨入八境的人之一 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成为八境的人类可都是逆天人物啊 将来必然会成长到极其害人的境地 八境传说有着太多的秘密 各种体制都包含在内影响甚大 人王印用尽 叶凡再次捏翼 打出了翻天印 这一刻 天地倒转 星月翻移 一切都被颠倒了 代表天地意志的大印压落 这名太上长老竭尽所能抗衡 但还是压得炸开了 尸骨碎裂 成为了一堆肉泥不复存在 当另外几人冲来时 一切都晚了 这场战斗结束了 八境 跨入八境的人 没有一个不变色 叶凡在盗宫时 只能大战高出几个小境界的人 步入四级 进入画龙 才逐渐的接近了八境 但他此时才第一次听说 叶凡是一声冷哼 完工搭建 面对冲来的几人 这一次 一剑蔽日 尾光长达十几里 没入虚空中 金赤霄惨叫 神剑回旋 一剑将他冻穿 左肩粉碎 成为一滩肉泥 他 神色争宁无比 你前后截杀我三次了 前两次 只死掉了化身 今天到此为止吧 真身 毕命吧 金赤霄是 嗷嗷的一声大叫 左肩一阵蠕动 一条崭新的手臂 生长出来 可是却大不一样了 上面生满了金色的鳞片 更加的粗大 果然是太古生物的后代 体内流淌 有太古王的血液 叶凡神色平淡 持万商工 立身在虚空中 死掉一名太上长老 另外三个老者 都露出严肃之色 站在不远处 以与其对峙 积蓄力量 准备一击必杀 传说中的巴金 一个跨入了巴金的人 他们几人 眼中寒光闪动 这实在是一个糟糕的消息 连金赤霄都一脸的愤懑 有嫉妒 更有不甘 身在画龙第三遍 然而却杀死了 仙台秘境的高手 这实在是害人听闻 一月八个境界 古来寒有 九龙变化 一月望仙 脊椎大龙真挚圆满 才能进入人体 最后一个秘境 仙台 沿脊椎大龙一路而上 登临仙台 一览众山小 这是一块净土 更是无上的仙藏地 拥有无尽的潜能 人体共有五大秘境 分别为 伦海道宫四级画龙仙台 逐阶而上 有人曾经尝试 推演第六个秘境 但却一无所获 最终得出结论 不可能存在 除非有神奇 或者是仙 无论是太上长老级人物 还是大能 亦或是绝代神王 甚至连圣人在内 都止步于这个秘境 仙台 仙台 为人体最后一个秘境 与前四个秘境 大不相同 可以说 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这一秘境 无比的艰难 很难前行 每前进一步 就相当于登上了一层天 前后实力相差 巨大无比 想从一层天 进入另一层天 相隔着天欠鸿沟 难以飞度 很难成功 可想而知 仙台秘境 有多么的不好修炼 可以说 最后这一个秘境 每一层天的距离 都相当于以前的一个大秘境的差距 诸圣帝太上长老级人物 几乎全都在仙台第一层天上 当中的佼佼者为半部大能 在第一层天的绝颠 只差半部 就可以进入第二层天 仙台 无比的奇特 如果只有四层天 那么就实力而论 相当于四个大秘境一样 要知道 此前也不过 伦海道宫四级画龙四个秘境而已 而最后的仙台秘境 每一层天都好比一个大秘境 相差极其遥远 仙台秘境 若是有八九层天 那就更吓人了 相当于多出了八九个秘境 人体的最后这一秘境 仙台 到底有多少层天 没有人知晓 因为人们不知道 大地到底有多么强 谁也不知道 他们站在怎样的一个高度 有人说 唯有登上仙台 才算步上了仙路 才能去攀登 看一看 这一秘境 到底有多少层天 仑海 道宫 四级画龙 加在一起 也没有仙台这一个秘境的实力 跨度大 出入仙台第一层天的太上长老 被叶凡毙掉 他们自然心惊 八进传说让他们不安 放任其成长下去很难预料 去空一抖 三位太上长老同时出手 合力喷出仙天本源精气 凝聚成一幅万里山河图 如一方天雨一样压了下来 叶凡远顿而去 没有应接 这三人 绝对比方才那个人强 一起出手威力下人 超越了八进的范围 仙台的每一层天 都相当于过去的一个大秘境 且不是伦海 道宫 四级那样 只有四五个小境界 而是像画龙秘境一样 一层天相当于九个小境界 当然 每一层天不可能取细分九个小境界了 只以初界 终起 绝颠而落 四位太上长老 都在先台一层天的初界 但是唯有刚才死去的那个人 高于叶凡八个小境界 剩下的三人 都高了九个小境界 叶凡 将修为提升到极限境界 各种意向分成 浑身射出上万道金光 他如一尊神魔一样 澎湃出海一样的波动 而且 就在这时 他不断的触发街子密 准备让战力十倍提升 以此来对敌 毕掉一杆强者 第八百九十四集 这是他实力大进 正式跨入八进行列后 第一次运转街子密 想进一步让自己更强 打破禁忌传说 然而 无论他怎样触发 街子密都运转不起来 若是平日几十次就会成功 此时他已经尝试了五百余次了 叶凡吃惊 怎么回事 不理解这种状况 觉得出了大问题 那张万里山河图 如一片深渊一样 不可揣夺 飞了过来 差点将他拘禁进去 叶凡再次倒退 如蛟龙横天 一腿数千丈远 他停住在虚空中不断尝试 可是运转了上千次都失败了 叶凡发呆不明 所以 街子密 失效了 哪里走 三位太上长老及人物大鹤 各自又吐出了一口 先天本源惊奇 融入了万里山河图内 这是一片真实的河山 在天空中飞行 大气磅礴 山峰巍峨 流泉飞扑 充满了力感 却无比的生动 叶凡一退再退 没有去应风 难道是因为我跨入了 传说中的八进行列 他想到这里 不再运转极限战力 而是降低了很多 刹那间 他处发街自密成功 战力十倍提升 叶凡正正出神 成功了 且正好又跨入到八进领域内 在这一刻 他真的有些吃惊 八进到底都有哪些秘密 难道真的无法逾越吗 如果有人知道 叶凡此时有些不满意 一定会怒谈 改天打雷劈 古来没有几人可以踏入八进 跨八个小境界大战 如天方夜谭一样 而今他成为了自古以来 有数几人当中的一员 很多精彩 绝艳之辈 为了踏足八进内 采取种种手段 耗尽心力去推演 都不能迈入这一行列 而他 却在不知不觉间成功了 却没有应有的喜悦感 若是其他人早已喜极而弃了 毕竟万古少有 叶凡自语 八进传说都有哪些 他发现了八进的不可逾越性 连接自密都不能触发成功了 纵然为圣体 也不见得能踏足八进 抓住他 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三位太上长老暗自传音 相互看了一眼 华成三道惊鸿冲来 催动无尽法力 叶凡一边琢磨 一边飞腿 生出了很多念头 八进 很快他抬起了头 现在还不是多思虑的时候 先解决完战斗再说 叶凡大喝了一声金齿霄 他无法奈何三位太上长老 因为他们超过了八进范围 盯住了北原黄金家族的传人 此时金齿霄跟在三位太上长老的后方 不该远离半步 神色阴冷 也在看着叶凡 叶凡冷笑 一样攻三大高手冲上前去 而后突然间 他的身影从原底消失了 踪影渺然 三位太上长老同时疑症 有些莫名所以 然而后方却传来惊叫 在金齿霄的身判虚空裂开 叶凡跨步而出 几人都吃了一惊 大虚空说 这是东荒 鸡家奇数 乃是不传之密 虽然可以穿行虚空 但是若有心防范 还是可以捕捉到那种波动的 且其速度远不及行自觉 所以叶凡平日很少用 此时不过是偷袭罢了 三位太上长老并未预料到 被他得手 逼近到了金齿霄的近前 在这样近的距离内 连半步大能遇上 他都要隐恨 近身搏杀 没有几个人能逃过他的手段 金齿霄啊的一声大叫 浑身出现一道道裂痕 如缠脱壳 属于人类的机体裂开 冲出一头黄金生物 抵抗叶凡的金色拳头 叶凡吃了一惊 太古生物 早已知晓该族内 有太古王的血液 没有想到还能蜕变出 另一种真身 金齿霄依然是人形 这是太古王后代的 最明显特征 但是浑身却覆盖 有浓密的金色鳞片 如以黄金铸成一样 且他的手脚等粗大了很多 骨骼在不断的作响 满头发丝也变成了金黄色 如一团火焰在燃烧 属于人类的皮肉脱落了下来 血淋淋一片 景象有些吓人 他的双眸都化成了金色 且眉心生出了一只独角 金齿霄 以两只黄金手 与叶凡的金色拳头碰在一起 发出鼓裂的声响 他惨叫了一声 借力如流光一样倒退 金齿霄远去的刹那 双手成为了烂泥 接着壁谷也折断了 可想而知承受了多么大的力量 然而叶凡却也吃了一惊 化身为太古生物的金齿霄 其肉身比得上一味半不大能了 也就是仙台一层天 绝颠的人物 太古生灵的肉身这么强 三位太上长老级别人物杀来 但是他们的速度根本追击不上 叶凡早已化成一道光 扑杀向金齿霄 生死危亡时可 金齿霄一咬牙 黄金之身燃烧了起来 消耗太古生灵本源 逃向远方 他知道纵然变身 也不是踏足八进领域的叶凡的敌手 八进实在是太变态了 他没有一丝取胜的机会 唯有逃亡 再一再二不可再三 你已经服杀我三次 该送你上路了 叶凡嘴角出现了一抹冷漠 将内感黄金绽毛制出 痴的一声 绽毛如一道金色的闪电一样 穿云破空 刹那间就追了上去 扑的一声 插入金齿霄的后心 剪出了一大串的血化 金齿霄啊的一声惨叫 被黄金绽毛穿透 带着飞出去上千丈远 盯在了前方一座绝壁上 金色毛感颤动 鲜血流淌而下 后方三名老者怒吼 但却根本无法阻止 相距太远了 金齿霄痛苦无比 却无法震动 躯体被绽毛死死的 盯在了崖壁上 稍微一动就痛彻骨髓 叶凡来到近前 砰的一声拔出绽毛 单手持在手中 将他挑在半空中 金齿霄服软 放了我吧 我越付出任何代价 再也不敢扶杀你了 他生怕叶凡震毛 将他打个四分五裂 不久前 他亲眼目睹 叶凡将九座山岳 或挑飞或震裂 力拔山喜 气盖式 着实震住了他 只要你饶我一命 怎么样都行 他再也没有了一丝高傲 低声下气的哀求 你是太古王的后代 一定认识古前的神闻吧 叶凡想起了体内的鲜泪绿金书 想让他溢出来 耍的一声光滑一闪 秀气斑驳的绿铜片出现 苍凉而古老 吸引人的心神 认识上面的字吗 我不认识 金齿霄为难的摇头 时间太久远了 这种字早被遗忘了 要你何用 你个文盲 叶凡大怒 金齿霄先是一呆 而后火撞顶梁门浑身血脉 都喷张了起来 差点骂出来 什么时候被人这样鄙视过呀 即便不认识太古神闻 也不至于被那样呵斥吧 可他却不敢发作 如今被黄金绽毛挑在半空中 小命都捏在了叶凡的手中 他大气都不敢出 你体内流淌有太古王的血 身为他们的后代 连那些文字都没有学过吗 叶凡相当的不满 不断与人族同婚 我们都快化成半人了 太古血日渐细薄 祖王的印记早已淡去了 金齿霄解释 第八百九十五集 他心中很不是滋味 堂堂黄金王的后人 居然被说成了文盲 没有比这更糟糕与滑稽的烂事了 很想一口吞掉这个恶敌 叶凡非常的失望 没有什么好脸色 终于捉到一只古生灵 想让他一出鲜泪绿金书 却连一个字都不认识 九天碧落中王呢 宋王北渊了 胡说八道 赶紧交出来 叶凡瞪眼 金齿霄一阵的心惊肉跳 小心翼翼的解释 碧落中 为一代无敌王者的兵器 但却被污了 我让人送回族 喜敬 黄金家族有大地神辱 叶凡惊讶 有一些 应该可以让瑰宝 焕发出昔日风采 金齿霄谨慎地回应 他们什么时候给你送过来 叶凡琢磨 有大地神辱这种奇珍 必可喜敬必落中 我也不知 那要你何用 叶凡大叫晦气 遇上一个 不会太古文的古生物 且连忠王都送走了 越看越觉得碍眼 只要饶我一命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金齿霄求饶 他感应到了 对方的杀意 截杀我三次 你还想活下去 叶凡不想多说什么了 一斗金色的绽毛 将其震成了肉泥 形神俱灭 远处 三名太上长老 赶来见到这一幕 肝胆欲裂 这是他们的少主 却这样死掉了 很难交代 叶凡头也不回的远去 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 消失在了茫茫天际 李牧从雨 寿藤绕老树 青石路逐街通向山中深处 有侨夫放声高歌 颇有一番异境 叶凡一路袭来 选择这片山脉相聚 西坝城 足有千余礼 想在此做官 冲击画龙第四遍 此地谈不上说 多么秀丽 倒也算是山水相依 山下有湖泊点缀 山中有破旧道观 不是先帝 却有一种 反普归真的味道 叶凡远远地见到那个侨夫 沿着青石路从山上走下来 背负一捆木柴 身子壮树 满脸求须 这位大哥 闻你高歌 难道是修行人不成 这位小哥误会了 我不过一介白丁 哪里是什么修炼者 只是听一个老道士 银场记下来的 哦 不知那位高人在何处 山中有一座道观 过去有一个老道士 这些年荒拜了 那个老道人年纪太大了 死去能有几年了 叶凡心中一动 辞别侨夫 沿着青石路向山中走去 连番九座山 隔山相望 终于见到一座破道观 坐落在一座矮山上 那座矮山上 没有什么青竹脆薄 更无灵药摇草 简简单单 有菜地一小片 却荒芜了 长满了杂草 法法法 原无法 空空空 亦非空 景轩与莫本来同 梦里何曾说梦 有用 用中无用 无功功力施功 还如果熟自然红 莫问如何修种 两个猎户山中 走出 身穿兽皮衣 剑步有力 背负弓箭 抬着一头野路 并不流汗 体格强壮 这两位大哥 你们所吟诵的是什么呀 叶凡上前请教 你说这个呀 常听一位老道人吟唱 不知不觉记下来了 每次大猎回来路过这儿 想起他就忍不住唱一下 这是一位高人 叶凡已经可以确定 那座矮山上的老道人不简单 绝非凡俗 可惜了 年纪太大了 死去两三年了 另一人说道 叶凡在旁多问了几句 德西老道士还教过他们一些土纳法 很简单 但却可强筋撞骨 最适合普通的凡人 小哥 是想寻仙访道吗 可惜啊 你来晚了 很显然 两个猎户队老道人很有好感 一注足便多说几句 老道人年岁很大 连他们的爷爷都说 很小的时候 就记得这个老道士存在了 没有人知道 他独自在山上居住了多少年 多谢两位大哥了 叶凡离开 这一次沿着山路 终于是登上了矮山 一座小道观 破旧而低矮 像个茅草堂一样 荒百数年之久了 没有人出入 冷冷清清 小道观前 有一株古松 树干中空 很多人都和报不过来 只干苍尽 但叶子却稀稀疏疏 老树快哭死了 没有药田 只有一笼菜地 不过却荒芜了 此外还有一架葡萄干巴巴的藤板 挂了那么两三串子葡萄 这道观还有古树 最起码存在四千多年了 叶凡心中震动 他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气息 这座道观是老道士自己盖的吗 这股树是他亲手栽种的吗 若是那样的话 这绝对是一位吓人的高手 叶凡进入破道观 仔细寻找 希望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结果里面尘土积了很厚 根本没有古籍石刻之类的东西 很普通 与一般的道观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破铺团 几件破道衣 还有一把被虫子啃烂的浮尘 没有一件异常之物 叶凡走了出来 行至道观后方 那里有一个小坟头 没有墓碑 没有明文 只有一个简单的黄土包 这是他的墓 死去不留遗子 不知是谁 连修行之法也不传世 他站在黄土坟前 运转圆天神眼 凝望地下 想看一下那具枯骨 到底是何等境界的人 他吃了一惊 这是一个空坟 没有什么尸骨 他心中一动 这难道是衣冠种吗 不对 有破烂的道袍 有发簪 还有鞋袜 化道 他大吃了一惊 最终确认 应该有一具尸骨 不过在临死前 将自己化掉了 这绝对是一位高手 一般来说 唯有绝代王者以上的人物 才能化道 将自己化归于天地自然中 这是真正的化道 而不是自毁师身 果然是神山卧虎豹 天也藏其林 这样的小地方 竟然有一位老王者 甚至是圣人作画 叶凡非常吃惊 这个人根本未名传于是 没有一个人知晓 就这么默默地死掉了 世上不是没有高手 只是不为人知而已 这里是一位盖世高手 多半不比绝代神王江太虚差 更深一步 很有可能是一位圣人 可是 此人就这么死去了 什么也没有留下 连明星都不为人知 叶凡将此地仔细地搜了个遍 蒲团 浮沉 道医等都以身时探索 却没有一件宝贝 太彻底了 真的没有为后人留下什么 这样一位无法想象的存在 他的传承断绝 实在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叶凡在这里助理下来 此地很清静 适合他做官悟道 没有人打扰 矮山 破道观 有一种难以言明的道运 非常的适合景修 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味道 是啦 他的隐居地 怎么会是返土呢 且在此话道 日后这里 必成一座修行的神地 叶凡得到了龙水 并不是说服侍下去 就能够进入画龙第四遍 一切还都要靠他自己来悟道 龙水中有大道法则碎片 可以相助 但却不是破关的根本所在 第一要素在于修饰己身的心 深夜 万籁俱寂 繁星点点 叶凡盘坐倒灌前 五心朝天 背挤上一条大龙升腾 最后化行而出 围绕着他 盘旋 偶来松树下 高枕石头棉 山中无历日 寒尽不知年 忽然 一阵清雨将叶凡惊醒 他刷得睁开了眼睛 此时一片乌云飘过 挡住了天上的星月 大地上一片黑暗 山中更是黑得不见无止 就在倒灌前 那株很多人 合抱不过来的古树前 凭空出现一个人 声音正是他发出来的 第八百九十六集 叶凡心中震动 这是什么人 竟可以避过他的灵觉 直接出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内 太吓人了 他运转神觉 仔细观察 刹那间毛骨悚然 古旧的道袍飘动 一个枯瘦矮小的老道士 出现在枯树下 那陈旧的道医 他很熟悉 与道观中的一模一样 与黄土坟下的衣冠 更是没有什么区别 叶凡几倍声寒 向他发丝肩望去 一根破木簪子也是这样眼熟 与坟种中的并无二致 见鬼了 叶凡蹚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倒退出去很多步 一个明明早已化道的人 怎么可能还会出现呢 人间几度变桑田 桑田虽变丹青在 谁想丹青何得先 身材瘦小的老道士 在古树下行走 口中自语 与这漆黑的深夜融为一体 叶凡倒退 你 一阵清风吹过 草木的清新味道传来 天空中的那朵乌云飘走了 道观前清风依旧在 可是老道人却不见了踪影 叶凡头皮发麻 他眼神都没有带转动一下的 死死的盯着前方 可是那个老道士就像是蒸发了一样 不见了影迹 乌云远去 繁星点点 月光洒落 矮山上很宁静 一切都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叶凡一步一步来到老树前 这株古松 最起码有四千年以上的树林了 主干中空 松真西树 早已快要死去了 在树根处 有一方青石 长不过一米六七 正好与那老道士的身长相仿 还是是平整有些不凡 偶来松树下 高枕石头棉 山中无利日 寒净不知年 叶凡正正的出身 这个老道人还活着不成 人间几度变桑田 他这样感叹 到底活了多么大的年岁了 他大步的向小道观后面走去 来到黄土坟前 运转圆天神诀观察 在这一刻 他机灵灵的打了个冷颤 在那黄土下 破烂的道衣还在 那根古旧的木簪子 也还在横尘 并不曾移动过一分一好 依然保持在原位置 叶凡心中有些发毛 怎么会这样啊 分明早已化到不复存在 可是方才为何又见到他的身影 刚才 绝对是错觉 乌云浮显 老道是显化 而后莫名消失 很真切 那些话语似乎还在回想 叶凡回到观前 在矮山上走动 心中很是不解 不是残留的神识烙印 因为我听到了真实的声音 夜色如水 万来狙击 除了夜鸟 偶名外 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 感受不到一点陌生人的气息 更不可能有神力波动 他心中充满了疑问 但却没有办法解决 最后也只能继续打坐 他相信 无论那是怎样一个强者 应该都对他没有恶意 叶凡再次隐居了下来 一晃就过去了多半个月 每日静坐道观前默默的悟道 这是一片反谱归真的净土 远离喧嚣 但也没有锐气缭绕 一切都很自然 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白天偶有 乔夫高歌 有时猎户意会从大山深处 追出一些野兽 吼动群山 叶凡心中空灵 体味着这一切 这些天来 他捕捉到一种奇异的道痕 矮山运灵 还未服用龙水 就已经有了一种玄妙的感觉 身心皆灵 画道之地 为世间神徒 若是被某一大叫得息 一定会立刻占据 布下天罗大阵 成为外人不能涉足的禁敌 又一个深夜降临 乌云滚滚 几乎快压到了山巅 漆黑不见五指 不多时电闪雷鸣 大雨倾盆而下 天地间一片雨漠 夜凡站在道观中 观雨中世界 偶有电芒划过黑暗的夜空 可刹那间 见到一片光亮的雨界 闪电乱批 一刹那间 天地中出现了一百多道银芒 管通天上地下 无尽的大雨飘泼而下 水中的群山瞬息通明 但紧接着 又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闪电消失 唯有大雨倾洒 其他什么都见不到了 可怕的深夜 一个人独立 有一种异常的气氛 又是一片雷霆 成百上千道金蛇飞舞 让浩瀚的天地间一片赤裂 远处成片的山峰 清晰可见 那时 夜凡站在窗前 一下子变了颜色 他又见到了老道人 依然是那身破烂的道衣 发迹间插着一根木簪子 此时 他盘坐在大雨磅礴的夜空中 张口一吸 千百道电光 全部没入他的口中 小视不见 哄的一声 大雨如瀑布垂落 天地间到处都是水 闪电更胜烈了 这一次 万丈雷电将士 成千上万条 一起披落了下来 夜凡自语 这么多的闪电 堪比大天节了 然而让他吃惊的是 老道人依然是那个动作 张口一吸 成千上万道闪电 瞬间消失 皆冲入他的嘴中 这 这也太变态了 夜凡变色 他历经数次天节 可以抵抗 并无巨异 然而却也要付出代价 肉身常有被劈伤时 何曾像老道人这样 一口全部吸掉呢 这如天方夜谭一样 没有一丝雷电落掉 全被他张口吸进了体内 不像是天节 倒像是在吸水 无尽雷光垂落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各种雷劫分成 地火风水 大劫将士 且还有混沌天雷一道道 而在最上方 更是有一片古天雀浮现 有一些人形闪电 出没 交织在一起 在天穷上乱劈 夜凡不相信 难道还能把这样的大天节 吞下不成 夜凡不相信 这种劫难的极数 已经达到了不可想象的境地 他曾经见到过闪电形成的天阙 有人形电芒走动 但却没有经历过 甚至有无尽恐怖 批种 定会成为劫灰 然而 此时那个老道人依然如酒 任大雨交响 闪电淹没天空 他只是张嘴一息 就将所有雷点全部的纳入了口中 这 还是人吗 夜凡浑身汗毛倒数 他渡劫时对抗天节 无尽雷光最终都消散在了天地间 而这个老人没有放过一丝 全部吸收了 这让人惊悚 不可以道理一计 没有一点道理 尤其是闪电形成的天阙 还有那一道道人形雷光 要多可怕 有多可怕 却也被吞了下去 老道人凭空出现在破道灌前 快到无法理解 口中雷光无穷 划成一丹 划入腹中 通体生辉 而后又暗淡平凡 夜凡发症 这老道人实在可怕 将那些雷结化成丹了吗 天地间闪电消失了 唯有大雨磅礴 雨连在漆黑的夜空中坠落 到处都是水声 夜凡一动不动 静静看着老道人 他怕自己一出生 人又如上一次一样突然消失 沧海成尘几万秋 道化黄发长生愁 一梦便是数千载 先路崎岖 何处有 老道人轻盈 盘坐在青石上 一动不动了 融入了天地夜雨中 没有光彩 更无神力 雨点洒落在身 却不失一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